好 另外我們財政部恩務次長 蘇建榮 蘇次長 謝謝 好 跟我們相關的官員 那我主要介紹我們部會 各個部會主要代議的首長 好不好 然後接下來是我們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 蔡生田 蔡常務次長 謝謝 以及我們勞動部 勞動力發展署 黃秋貴 黃署長 謝謝 還有我們原住民組委員會 副主任委員一萬 副主委 謝謝 然後還有另外的話 我們主要的發行的公司 是我們中國信託商業銀行採券中心的 執行副總經理陳淑貞 陳副總經理 謝謝 以及我們台灣採券公司的總經理 黃志儀 黃總經理 謝謝 好 好 那 接下來我們先請 我們 蘇次長 來做報告 前面 急 關於 答案 阿媚 請 推測 請 那我國公益採建發行的核心價值 主要是在挹注社會福利的裁員 提供弱勢就業 那麼從民國88年12月發行以來 截至105年9月 累計的盈餘是新台幣3771億元 此外在第三屆以及第四屆也就是這一屆 發行期間 發行機構依徵選承諾的條件 每年繳回回饋金20.868億元以及27億元 合計到目前為止是416億元 那辦理推展社會福利弱勢就業服務 及採建經銷商權益維護等等事項 健全公益採建產業的發展 穩定益助社會福利裁員 強化營餘及回饋金運用效能 是財政部對公益採建管理的業務重點 那麼以下呢 緊急救相關辦理情形跟各位委員報告 第一個強化經銷商的管理 第一本屆經銷商臨險期間採行的措施 為防止防渡人頭經銷商 本部責成發行機構透過提高保證金 化分銷售區域及設計設定規定工作能力審核 及提具刑事記錄證明等機制 提高不孝人士收集人頭成本以難度 另外對於疑似收過人投資採建經銷商團體 那麼轉請相關主管機關處理 並督促發行機構主動收集資訊 與其發揮經銷商臨險前嚇阻效果 以及對涉案經銷商予以懲處或是加長日後的查核 第二是強化經銷商管理的機制 為了要強化經銷商管理 本屆採教員型的規範 例如對經銷商代理人及雇員列檔管理 限制委託批過人數並列檔勾基 規範立計型經銷商共用銷售處所人數的比例 定期對立計型經銷商清建查核 以及加強發行機構查核人力及查核頻率 截至105年9月底為止 為親自銷售及批過等原因被取消資格者 上屆電腦型及立計型經銷商在7年間取消了48位及5位 那麼在本屆兩年9個月的期間 分別取消了44位及12,434位 管理強度跟實質效果 在這一屆是顯著的增加 再來第二項是強化對發行機構的監督 這裡分幾點包括 第一呢強化發行機構內部控制機構 及外部機構的機制 那麼財政部在101年增顯公益採件發行機構 公告規定裡面就責成發行機構呢 要建置內部控制機制還有內部機構 除此之外呢增加外部機構的機制 那所謂外部機構呢是包含發行機構 與發行採件權呢 需由專業機構就各項功能品質 及安全進行認證工作 而且呢每年度應委託會計事辦理查核簽證 並提報公益採件監理委員會報告後被查 第二點本部的查核機制 那麼財政部隊發行機構呢 所提約半年及年度相關報告 及農曆農曆春節因應計畫等 進行書面查核 另就其通路开胎对奖作业 系统管理及内部控制 以集合定期办理实地查核 以强化督导发行业务之执行 第三强化业务代表对经销商管理公正性 那么这里有两点报告 第一是责承发行机构订定相关内控机制 例如业务代表每月内查核行程 由系统排定及控管 并随时初选复合 且定有业务代表轮调机制 以防度人为因素影响业务执行公正性 第二点就是台湾采建股份有限公司集合部 每年对采建业务进行风险评估 订定年度集合计划落实内部查核机制 那么第三大项是关于采建盈余运用的情形 那这里也有几点报告 第一个是运用的范围及预算的编列 那么依据公益采建发行条例 公益采建盈余45%是供国民年金使用 5%是供全民健保安全准备金使用 50%供地方政府办理社会福利支出之用 那么各后配机关应将后配款项 那边税入预算 受立法机关的监督 那么第二点 强化监督运用监督 那么强化应用监督方面 包含在监督机制上面 第二点 精进分配机制 为了提高地方政府重视公益采建盈余运用考核程度 采政部于103年间 将六项社会人口 社会人口 包含低收入户 生长 儿童 少年 老年 特殊经育家庭等等 以及盈余运用考核成绩纳入分配指标 以反映地方社会需求 及强化监督地方政府盈余运用的效力 第三 结落资讯 那么地方政府需公布引入应用情形 于首属网页 财政部 财政部国库署也会 汇集相关资讯网页连结 供外界查询 共同参与监督 那专案报告第四项 就是关于回馈金应用的情形 那回馈金应用的情形 这里有三点跟各位报告 第一个呢是应用范围跟编列 预算的编列 那公益采建回馈金应用及管理作为要点 明定回馈金应用的范围 包括弱势族群就业服务 推展社会福利 经销商潜力维护 并由主办机关包括劳动部 原住民委员会 卫生福利部及本部 分别组成审查委员会 审核应用 那么回馈金全数由本部编入税入预算 并由各主办机关就获配部分编入税出预算 受立法监督机关监督 第二点就是监督考核机制 为合理分配回馈金 依公益采建回馈金应用及管理作为要点 设施回馈金应用管理 应用及管理作为小组 那么审核回馈金各主办机关应用计划 分配及审议执行情形 此处之外为了提升公益采建回馈金应用的效能 本部订定了公益采建回馈金计划 实地查核作业方式办理查核 那么查核结果会提报 回馈金应用及管理作为小组委员会议报告 以作为以后年度相关或类似补助计划审查的餐具 那么各主办机关就获配公益采建回馈金应用及管理 也定有督导及考核的规定 第三点 资讯的揭露 那么各主办机关是将力量应用的计划计划审查结果 以及执行成果报告等等设置专期公告 那财政部国库署也会会集相关资讯网页连结 与例外界查询共同参议 让外界的共同参议监督 以上检调报告 敬请各位委员指教 谢谢 谢谢 谢谢蔡次长的报告 接下来我们请卫生福利部蔡次长报告 主席 贵委员女士先生 今天能够到贵委员会报告非常荣幸 那我们就公益采券 盈余跟回馈金的款项运用情形提出报告 敬请指教 首先我先谈一下公益采券盈余运用的情形 那依照公益采券发行条例第六条的规定 谈到说公益采券的盈余 专攻政府补助国民年金 全民健康保险准备 及社会福利支出之用 其中第一项有45%是供给国民年金 那公益采券盈余是国民年金的第一顺位的法定裁员 用以致印中央应该负担国民年金保险费 年金差额 保险人资人事及行政管理经费等三项经费的需求 所以从105年9月 到105年9月底 总共分配给国民年金的保险基金 大约有新台币1391亿余元 那从101年起 逆年来累积的国民年金 获得分配的公益采建盈余已经全部用尽 那第二点就是有关5%供给全民健康保险安全准备 那公益采建的盈余呢 从民国89年度一直到105年9月底子呢 分配给予全民健康保险安全准备合计189亿余元 那另外第三点是50%供给直辖市县市政府办理社会福利 那从88年发行公益采建到105年9月份为止 总共分配各地方政府1881亿余元 用来协助地方政府的需求 主要的这个英语是用在身心障碍福利居多 比如说以104年度为例的话呢 运用在身心障碍福利占44.23% 那其次是老年福利总共占19.53% 再来是社会救助占14.62% 儿童及少年福利占12.73% 另外妇女福利占1.95% 另外呢我们会透过每年定期考核跟平时的监督 可以确保公益采券盈余专用于社会福利的事项 而且不得冲抵一财政收支 发昏法已经分配跟补助的社会福利的经费 那第二大项是有关公益采券回馈金的运用情形 其中第一项是协助弱势族群排除就医障碍的计划 那我们主要是提供给地方的政府卫生局跟健保署申请计划 用来协助低收入边缘户等等经济弱势的族群 排除它的就医障碍 譬如说以105年度为例的话 总共健保大概指标型计划就用了2亿4千多万元 那总共呢在这个部分是用的全部是2亿9千多万元 那第二大项的推展社会福利呢 又分成几项 第一个就是获配金额跟用途 那主要这个回馈金是用在推展社会福利计划的经费 要补助本部地方政府跟民间团体 办理儿童跟少年妇女老人身心障碍者 低收及中低收入户游民等等社会福利 以及家庭暴力性侵害性骚扰防治 药饮跟酒饮防治的创新实验整合跟中长期计划等等 那关于审查跟监督的机制呢 我们是采取事先审核的原则 然后经过本部的公彩回馈金 副审小组审议符合规定的 还要再送到财政部的公益彩券回馈金运用 跟管理小组给予合备以后才可以定案 那另外呢 有关监督的机制 我们每年都会邀请财政部跟本部的副审小组委员 进行实地的查核 那我们会辅导受补助单位呢 精进服务的品质 那从103年开始 更委托专业会计师来实地的稽查补助经费 它的账目跟财产管理的情形 来确保补助款的专款专用 那报告一下它的运用情形 我们年度运用的计划 就是75%的年度运用计划呢 97年一直到105年呢 总共大概有106亿5000多万元 以105年为例 我们总共补助了1100案 总共是12亿9000多万元 分别用在身心障碍福利 占的35.3% 老人福利占的18% 家庭支持占的14.1% 家暴性剥削及性骚扰的房子 占的11.3% 还有其他等等 那关于25%的指标性计划呢 105年度总共获得财政部补助有6个案子 总共是1亿9000多万元 最后我要报告是说 在政府预算有限的情况之下呢 公益彩券的盈余跟它的回馈金 是国民年金 全民健康保险准备 地方政府跟本部可贵的裁员 我们会结合民间团体的专业多元 弹性跟可进性 发挥有限资源加成的力量 积极回应民众需求 本部呢未来能将继续整合公司部门共同参与 掌握社会需求与问题 建构绵密服务输送的网络 促使服务内容更具有在地化的特色 照顾更多的弱势俗群 以上的报告请各位委员指教支持 谢谢 谢谢蔡次长的报告 此外我们还有劳动部跟原明会的书面报告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 然后而且这两笔 也这两个单位的在使用上面 無論是在盈餘跟回饋金都不是我們人的大宗 就是說相對的來講就是說金額比較小 那請各位委員參閱我們的書面報告 那接下來我們就開始尋答 先做以下的宣告 每位委員八分鐘的時間 然後得延長兩分鐘 早上十點鐘我們截止登記 在吳委員質詢之前 我們先確定一下議事錄 剛剛的議事錄請問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確定 那接下來我們請吳秉睿委員質詢 謝謝 主席麻煩請財政部蘇次長 蘇次長請 現在的公告地價公告限值 大概是佔地價的市價的幾成 以我的了解大概20到25左右 是公告地價還是公告限值 公告地價公告地價公告限值 公告地價公告地價 公告地價那公告限值呢 公告限值會高一點 高一點 那今天報紙上出現一個 有另外的叫金準地價 公告限值 你可不能下個定義 公告限值 這是內政部在研議的部分 因為 依據我的了解 它可能會參考 實價 登錄的資料 去做一個評估 做一個評估 對 他說要爭取3億元的預算 然後5年內 要拉到精準地價 這個沒有定案的東西 你們財政部也在跟著起舞 然後就在那邊拿出來講 說過多少次 你政策要配套周延再拿出來 我現在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就來談 第一個你的地價稅 現在還才累進稅率 那你累進稅率的累進基礎 是用土地面積呢 還是用它的價格 它的價值 它是用它的價值 好 所以你從公告地價公告限值 拉到精準地價 如你剛剛講的百分之二十幾 現在一拉高就幾乎要拉高四倍 對不對 差不多 所以現在持有土地的人 將來的地價稅的累進稅率 那要多少啊 這個有沒有想過 跟委員報告 那你的稅跡拉高這麼多 你的稅率到底要怎麼調整 有沒有配套 跟委員報告 這個部分我們會未來 因為整個那個不動產稅制的改革 基本上我們會再跟內政部來討論 當然可以研究 但是知識體態 你要完整配套方案 整個都出來之後再說嘛 現在八竿子還打不倒八字沒有一撇 你就先講我光看到那個標題 我都要頭皮發麻 我講一個字 台灣的土地稅喔 不是只有持有稅 買賣的時候 你買一顆一個土地增值稅 現在你把公告地價 公告限值拉到精準地價 拉高四倍 幾十年來累積的 增鮮的土地的價格突然增四倍 那土地增值稅每一個人要繳多少你知道嗎 只要有交易的時候 土地增值稅將是現在多少倍 這個都是在墊高成本啊 我是覺得說這個 這麼牽引法動全身 而且影響這麼大的事情 你沒有抽嚴的配套 然後就在那邊就是隨便端出來一個 公告地價公告限值 你們就是太聽話了 內政部說要這個一口氣要拉高30%以上 叫各縣市政府 那就真的拉高30% 這個土地持有稅的部分 台灣我曾經問過一個問題 到現在沒有給我回答 因為回答不出來 我這問 全世界哪個國家除了台灣之外 持有稅是才累積稅率的 目前為止大概沒有 大概沒有嘛 這個就是孫中山的發明啊 孫中山既不學稅 也不學財經 他自己憑想像 持有稅才累積稅率 那講了這個一兩年了 該檢討的地方不檢討 搬出一套理由 土地持有人要趕快去利用 我跟你講 所有的人幾乎都 現在這個困境沒有辦法怎麼處理 就包括那個囤房稅 有很多的建設公司跟我講說 他開蓋了房子 現在因為交易不良賣不出去 賣不出去耶 他等於是類似工廠的存貨 結果還要給他加顆囤房稅 他就已經賣不出去就可憐了 那他給他開囤房稅 有給他加好多倍 全世界沒有這樣子的啦 土地持有稅也累進稅率 房屋多幾間也累進稅率 那到底 到底要課多少才會滿意呢 當然從社會正義的角度來講 有錢人多一些稅 合理 但是合理要看到合理到什麼程度 如果他持有的量比較大 他在持有稅本來就等比例會比較多嘛 那除了等比例比較多之外 你又讓他倍數成長 這個齁 還有那個最嚴重的問題就是那個土地增值稅 人家外國的房地合一 賺了多少錢繳多少稅率是固定的 他們沒有另外在一個土地增值稅耶 請問全世界哪一些國家 除了台灣之外 還有另外在弄一個土地增值稅之後 再一個兩稅合一之後的稅啊 跟委員報告 那麼 國外的國際監對土地交易的所得 基本上都列入 一般來講都列入這個所得稅來課增 是 那有的部分就是資本 就是資本利得來課稅 那有些國家是對資本利得呢 額外的就是長期持有的部分 另外給於這個稅利上的優惠 這樣一個情況 沒有錯 但是問題是台灣的稅是兩成啊 不要 你當初在改革這個土地交易 跟房屋交易的時候 不動產交易 你用一個分離課稅就是20%最高 那是分離課稅是大家研究的結果 很多人誤會說 我們就是繳這20%的稅 其實只要財產的持有者都知道 你這個土地真實稅還是要先繳啊 土地真實稅繳完了之後 政府已經先拿走一部分之後 剩下的再來繳那20%啊 所以 我現在就提一個這個問題啊 精準地價是公告地價或公告現實 你說因為它大概占現在大概20幾%而已嘛 所以如果你拉到精準地價就是要拉4倍嘛 將近4倍 但是 那將近4倍之後 別的不談啊 別的其他的 不談 光一個土地真實稅 你知道要交多少嗎 土地真實稅的最高稅率是多少 40% 對 所以如果你知道這個精準地價 很多都會有地方的土地 只要交易 任何人喔 不一定是財團喔 可能你是有一間房子 或是你有兩間房子 你要賣一間 你可能土地真實稅都要交到40% 你可能土地真實稅都要交到40%啊 啊 賣的都給你就好啦 現在土地也沒有漲啊 對不對 是不是 而且 他這個土地的增值 是幾十年來 社會一直不停發達 累積下來的 你前面那一段沒有刻到 現在一口氣拉4倍 要到最後一個只有者 最後一隻老鼠 最後一手啊 所以你這個如果稅率不去調 怎麼可以呢 當然這個部分 我剛才跟委員報告過 就整個不通產稅制的這個調整 在稅基稅率 當然如果他稅基拉高的時候 那稅率當然也要適度的去調整 基本上這個是一個 是啦 整個結構性的一個調整 我們了解嘛 那我現在的觀念就是說 那拜託你們這麼重大的事情 這麼複雜的事情 你整個配套沒有研究清楚的時候 不要講嘛 不要跟人內政部 內政部去學術研討 在那邊講一個東西 你們馬上去跟進說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要怎麼樣嘛 你就跟他講八字還被一撇 是 這樣人家民眾才會安心啊 不然每天翻開報紙看到了 這個稅要怎麼加 那個稅要怎麼加 這樣怎麼執政啊 也沒有跟我們立法院做過研究 你們行政機關 這麼這麼了不起 你們說要加稅就要加稅 稅 租稅是法定主義耶 所謂法定主義就是要本院要通過啊 弄到弄到這樣子這樣子這樣對嗎 我跟妳說啦 回去好好說 回去部裡面講 跟院裡面講 八字沒有一撇的東西不要在那邊談啊 是 我贊成稅制改革啊 但是改革的合理 也要等到整個周延的配套 全部都很詳細 定案了之後再講嘛 至少你們行政機關有定案了之後再講 不要連那個距離還那麼遠 現在就在講 要這樣加 外行的人不一定看得懂說 欸這個什麼叫做精準 递加啊這會有什麼影響 我光看到我也是不是很內行 我就想到好幾樣 啊每一樣稅都加好多倍 很可怕啊 啊你如果不講清楚 那又丟一個議題 讓社會在這邊發生爭議 這樣不好啦 好不好 我們會會檢討 好另外今天的那個主題喔 公益彩券妳的那個 提播 現在變成200 變成每年27億 的回饋 對 那個是因為這一次 標的時候的標準嘛對不對 對 那這個標是幾年 十年 四年 所以四年後又要再標對不對 十年 十年 十年後還要再標 對 那你 除了掌握他的提播 跟掌握這個27億的這個回饋之外 你要了解他們公益彩券 到底最後發行單位 到底是賺了多少 這個我們 我們知道 你們會掌握嗎我知道 對 所以這也是將來計算你們 將來如果 將來繼續發行的時候 你可以推估 可以去研議研判說 到底怎麼樣子的盈餘 那應該是怎麼樣的回饋 怎麼樣子的提播合理 提播當然是固定的 他有一定的法律 對 那我們也可以修啊 另外就是說 回饋的條件怎麼樣才合理 另外就是錢拿到的時候不能亂用 過去我們一直在詬病說 以前有 補助到地方政府機關 就他 甚至他拿去做一些 民間社團 連 跟這個不相關的社團申請他都給 這個很不應該 這個很不應該啊 雲以採券 採券雲以的分配的這一部分 對 那個應該要透明化都要上網 好不好 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吳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曾明中委員 質詢 主席各位委員 麻煩請財政部蘇次長 請次長 picks recipes 提 porn 是 今天會主席 採訪D 統治 施了 Kr July 這次最見證 就是 副總治 Johnson 那房屋稅有些地方成長了三成 有些是六成 甚至有一些百分之一百 那這些負面的政策 還是持續的出爐 政府怎麼樣去維持房價的穩定 就財政部的相關措施 部長 次長 你沒有具體的政策 房價的穩定基本上 這個部分大概 就財政部的一場主管的大概只有稅制方面 那至於整個房地產的市場的部分 怎麼去供給跟需求之間的一個關係 這個基本上要看整體的經濟情況 還有內政部這邊它的相關的措施 所以院長說會維持房價的穩定 看這樣子可能是空包檔 沒有任何的距離措施 好 我們來看股市 股市它提到三點 第一點它是希望交易量能夠回到一千億 它講的不是那個喔 不是上市上規加起來喔 它的講法應該是 應該是上市的部分 第二個不會調教淨交稅 第三點是成交量減少的原因 有三個 第一個 政手稅跑掉大戶 沒有完全回來 第二個 全球不景氣 第三個 投資工具多元化 請教您 對 財政部的相關的租稅手段 有沒有方法可以達到院長的政策目標 希望交易量能夠回到一千億 市長 你也是國安基金的插盤所 或者是有關政策工具方面 怎麼去達到院長的政策目標 就財政部的立場來看的話 基本上是這樣子的 第一個在稅制方面 當然這個 比如說證交稅的調整 那昨天部長在大會裡面也提到了 就是說證交稅的影響 大概它只是短暫性的這個影響 所以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這個 調證交稅基本上是比較不太可能的一個情況 那至於其他的政策工具 我們目前也沒有證手稅的課徵了 所以這個政策工具基本上也沒有了 在這種情況也沒有 在財政部的租稅政策工具裡面 基本上也沒有了 那未來是不是要對整個鼓勵所得怎麼去課 這個是我們 大概明年上半年會提出來 整個兩稅和一制度的一個檢討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大概明年上半年會提出來相關的措施 好 謝謝 您意思是說 怎麼樣量回到一千億啊 明年上半年會提出有關鼓勵扣稅的相關的方案 謝謝您 但是您剛剛提到 我非常贊成 我也贊成院長的講法是 證交稅 證交稅一條項 只有一兩天的效果 但是證交稅你不要忘了 你不要忘了 然後他又提到說 成價量減少的原因 很重要的一點是 因證手稅跑掉大戶沒有完全回來 你曉不曉得 因證手稅跑掉大戶沒有完全回來 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你知道嗎 是院長 其實院長提到了 為什麼 為什麼證手稅跑掉大戶沒有完全回來 我也贊同您還有院長的講法 降證交稅 所以是短期的效果 但是忘了 他也是很重要的 教育成本 因為我們現在千分之三 千分之三是偏高的 香港、新加坡是千分之一的 我意思是說 他也是影響了中長期 沒有錯 你一降 他短期效果很不好 但是他有中長期效果 他是交易人的 中長期的交易成本很重要的一部分 您不能只有看他短期效果 他有中長期的效果 基本上我的看法 我也不是強調說一定要降證交稅 但是要總體檢討 你會看到 你的投資人的交易成本 在台灣買賣股票的交易成本 跟在香港、新加坡、中國大陸 相關的交易成本 要有一個合理的競爭環境 不然你不要還清楚 現在整個資金 在國際化的情況之下 你按彈子之間 你的錢就跑出去了 所以我的想法 他的短期效果我是贊成 但是他可能院長也好 或者您您也好 你沒看到 會影響中長期的交易成本 好 沒關係 我們來看下一個 有關公務彩券的部分 這個是延宇的情況 明年大概300億左右 貢獻給國民聯金、全民健保跟地方政府 現在有關回饋金的部分 一年是27億 那現在用途是包括這四項 包括六四職勤的就業服務事宜 推管社會福利 市長 依據是什麼 它的用途跟分配 它的法令依據是什麼 是根據一個回饋金管理 作業要點 沒有錯 它只是財政部的定的一個作業要點 沒有任何的法令依據 所以它現在用途就是這四方面 那我們來看看近三年來的回饋金的分配的情況 衛福部這個佔80% 原民會佔15.6% 財政部佔3.7% 勞動部非常的少 所以幾乎是衛福部 用在衛福部 好 我們要往下看 那衛福部主要是用在這兩個大項 依照衛福部今天的 今天的書面報告裡面 主要是用到兩方面 一方面是協助弱勢團體排除就醫的障礙計畫 第二部分是推管社會福利 包括幹嘛 用於補助喔 補助衛福部 地方政府及民間團體 辦理兒哨 婦女老人 身心障礙低收入戶 遊民等社會福利 所以透過衛福部補助出去 那這個基本上是編入 後來每一年進入了衛福部的相關基金 所以基本上是會變成衛福部的一個小金庫 那市長你也很清楚吧 那個基金的使用有更大的彈性嘛 那也不透明嘛 然後我們要往下看 所以現在的公益彩券回饋金的缺失啊 大概有四個方面 第一個是目前分配的作業沒有法令依據 它是個作業要點 而且那個是由次長 現在是您嘛 對不對 當召集人嘛 我也當過這個召集人 當了五年多 我也知道到底怎麼用 到底怎麼用 用到哪裡 爭議不小啦 第二個是納入各部會的基金的運作 有見有欠透明啊 第四個是部分支出的項目 執行率太低 第四個部分是部分的規定跟 它的支出項目跟現在的用途不近相符 市長 既然沒有法令依據 那而且納入各部會的基金在運作 那基本上不太透明 您對這個目前的現在的情況 您有沒有什麼評論 或者有沒有什麼改進措施 跟委員報告 就是未來我們針對這個回饋金的應用 及管理啊 我們財政部這邊未來會考慮把它研議啊 納入這個公益財券發行條例裡面去 好 法制化 好 謝謝 謝謝您 我的建議就是這樣 為了提高財務效能 請財政部在辦人內提出修法草案 將公益財券回饋金的分配作業法制化 不管以前的早期的二十億八千萬也好 或者現在的每一年的二十七億也好 我希望以後把這個公益財券回饋金的作業法制化 那納入稅入的統收統支 那半年內 半年內有沒有辦法提出公益財券的修正的條例 有沒有辦法 可不可以說明一下 我請國庫署這邊 好 謝謝 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盡量來配合 不過這邊有提到一點就是說 統收統支 統支可能會影響到地方的相關的社福的財源 因為為什麼 因為統收統支以後 他收了 然後再出去以後 他就會先減掉教育的經費 所以就會影響到很多的一些問題 這部分我們會仔細再研究 那您把它納進去跟公益財券的盈餘一起 您就把它納進去二十七億裡面全部 撥進去公益財券的盈餘 視同公益財券的盈餘 我們就把它併在一起來處理 對 那到時候 到營餘去以後 那變成國民年金會分到百分之四十五 全民健保分到百分之五 那地方政府分到百分之五十 讓他這些錢還是做社會公益 但是讓他更透明更有效率 好不好 好 謝謝 我想這個法制化也是王委員 我們召集委員一直以來一直主張的一個論點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會考慮 對 我也非常敬佩主席的高瞻嚴主 謝謝 謝謝 謝謝曾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國昌委員質詢 黃委員請 謝謝趙偉媽 有請財政部次長 處次長請 署長如果要協助就一同 黃國昌委員早 次長早 揭入正題 現在公益財券回歸金是20.8億還是27億 按照這一次的這個 這一屆的話是27億 那你們公益財券回歸金 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 為什麼還寫20.8億 我們現在目前的就是第四屆的是27億 我說 我知道嘛 你們公益財券回歸金 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 最近一次修正什麼時候 我在全國法會資料庫看到的啦 是2015年去年4月8號修正 你們後來還有沒有再修正 是有修正沒有更動還是怎麼樣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就是20.68億那部分 是就是原來舊的那一部分 對嘛 啊我就問你你法規有沒有更新嘛 我看到答案是沒有嘛 有有有我們這邊有新的規定 超過部分 來新的拿來新的規定拿來 我說過我在國會議事堂上面 我絕對不讓你們打馬虎眼的 我今天這個賬要一筆一筆算 所以你上面的辦法 你還是寫20點多億嘛 沒有關係啦齁 我現在卡到的 馬上 就是下部分啊 的問題 大家都在問法制化 我上一次6月6號 在這個地方問你們 你們跟我說 你們要做 進度怎麼樣 從6月6號到現在 你們有何具體進度 每一次委員在這邊問你們 你們說好好好 我們回去會辦 我們會積極辦理 我就簡單問一個問題啊 從6月6號到現在 你們做哪些事 具體的講出來 是把委員跟你們講的話 放在腦子裡面 然後我回去慢慢消化 消化到有一天壓力受不了 我才要開始動嗎 具體的做了什麼事情 就好了 其他的 多的話都不用再講 跟委員報告 我們大概在最近啦 就已經要簽部長 就是要修法 最近要修法 開始啟動了沒有 開始 草案在哪裡 草案寫了幾個字 草案寫了幾個字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案子 我們已經這個 因為好幾位委員都有反應 所以我們 這一部分 我們是從3如3 我們就基本上已經在做 那早上 對嘛 所以我就問你 你具體做了什麼嘛 第一個 草案寫了幾個字 我們現在就是說 就方向整個都已經 部長都已經批定了 那我們現在進行 這個文字上的一個 比較細節的作業 你說方向什麼都批定了 是有公文批下來的 是不是 對 你等一下會後 公文馬上送來 好第二個 我上次問你 我也說了 你們做的研究報告裡面 有很具體的建議 要把消費者權益的保護 放在整個回饋金裡面 運用的範圍當中 來 做了什麼 今天的第二個承諾 消費者權益保護以後會納入 做了什麼 具體的講 做了什麼嘛 具體的講 基本上這一部分我們是 還在研議 還在思考 還在努力 不是啊 每一次在質詢的時候 你全部都講這些空話嘛 那我現在給你機會嘛 具體而言做了什麼 我跟委員報告就是 其實我們這個回饋金 我們基本上 是用在業者的身上 比如說 比如說 做一些保險 或者是轉業的一些 相關的一些措施 基本上就是說 我們基本上是保護 這些經銷商的權益 另外呢 我們做這些 所以消費者權益保護裡面 沒有在裡面 現在我在問你消費者權益保護 你給我講另外一個方向 你如果 政策方向是消費者權益保護 你絕對不做 你上一次我問你的時候 你就老老實實這樣跟我講 你上次答應我要做 我現在問你具體的進度是什麼 然後你講不出來 你又去扯說 是用在廠商的身上 另外我跟委員報告 另外就是 比如像我們 比如像這個 18歲以下的 沒有關係啊 18歲以下的這些 我們現在 我現在沒有時間 我後面還有更重要的問題 第二件事情 市長 請你承諾 剛剛你說了 兩個事情 法治化 剛剛你們的署長說有簽文 第二個 消費者權益保護 我只問很簡單的問題 從那天答應我 6月6號以後到今天 做了什麼事 具體的做了什麼事 會後馬上書面回覆給我 好不好 好 來 你們這2017年的預算 如同你所講的 我裡面完全看不到 跟消費者權益保護 有關係的事情 你從頭到尾 就在糊弄我 你今年編了2500萬 做公益形象廣告 這個公益形象廣告的必要性 跟實益性何在 跟委員包括 其實我們現在這個公益採券 公益採券 公益採券過去有一個想法 很多的想法 都說解品濟品 但是事實上 我們是希望導正 就是希望這個公益採券 是一個社福的重要的裁員 我們是希望鼓勵中產階級上的人 大家都能夠來參與這個 來購買這樣的公益採券 來我問你嘛 這個做公益採券型 形象計畫 明年你又編了2500萬 你過去 花了多少錢 在這件事情上面 成效是什麼 財政部有沒有做過任何的評估 你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你過去公益採券 形象廣告 你花了多少錢 去年跟前年 來我告訴你 去年前年沒有編 前面我現在總計啦 已經到1億7200萬了 你花了1億7200萬 打算要去做公益形象廣告 101年編4300萬 102年2400萬 103年8800萬 這麼大筆的銀子 投下去做公益形象廣告 請問具體的成效是什麼 財政部有沒有做過任何評估 有說有沒有說沒有 有的話會後馬上把報告送來給我 有沒有做過 這個基本上 我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當時會比較多 比較多的這個 這個形象廣告 最主要是那時候是新的 沒有我只問你 你有沒有做過 效益的評估 有沒有做過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那不我們回去 我們再把相關資料再找出來 好 回去一樣 把相關資料找出來 正式含附我 你有沒有做評估 有把評估報告交出來 你不要事後捏照喔 你事後捏照出來的東西 我一定看得出來 下一個問題 2012年到2014年 得標的廠商 叫加設媒體行銷 請問這是誰招標的 是你們招標的 還是中國信託去招標的 這個是中國信託 這個是委辦單位 這是中國信託 你委辦中國信託 去辦理招標 有沒有受任何規範 這個 他不是委辦 這個是補助款 補助款 對嘛 你補助嘛 你一手錢 從中國信託那邊拿來 就是台彩嘛 你從台彩這邊 支付回饋金 就台彩支付給國家回饋金 那台彩再去申請什麼 再去申請補助這個回饋金 然後拿來做什麼 拿來做所謂公益形象廣告的促進 台彩如果要去增加購買率 台彩自己應該要掏腰包 去做廣告 你上面有寫沒有錯 說啊 這個台彩呢 應該運用自由經費之意 商業形象廣告 但是我要老實告訴你 台彩用錢 到底是在做商業形象廣告 還是所謂的公益形象廣告 事實上都在做一件事情 都在做什麼 都在做台彩他自己採券的促銷 那這件事情 你拿了回饋金進來 又讓台彩去申請回饋金 讓台彩申請回饋金以後去做什麼 去做所謂的公益形象廣告 而那些廣告的錢 本來就應該台彩他們自己要出的 為什麼一直要討論法制化 胡搞瞎搞啊 胡搞瞎搞的還不是只有這樣喔 台彩一手繳回國庫 另外一手跟國庫拿錢 說要出來做廣告 我來跟你講胡搞的還有什麼 加盛傳媒的老闆是誰 知不知道 加盛傳媒的老闆 就是紅將傳媒的林峰春 中信貝赫老闆是誰 菇仲亮 林峰春跟菇仲亮是好兄弟 你知不知道 這不是我講的 清週刊寫的 幫菇仲亮喬事情的好幫手 公益在哪裡啊 財團把錢還給政府 政府允許財團申請錢來做廣告 然後財團申請到了錢 再把那個錢交給他的好兄弟去做廣告 我的老天啊 財政部是什麼 被蒙上眼睛了還是刻意縱容啊 因為這個是從民國98年 那時候就開始做了 所以嘛 以前有弊端嘛 以前英雄苟且嘛 所以你們繼續延續的那個弊端 繼續延續英雄苟且 通通都沒事 然後前兩年停了也就算了 你今年 又再編了2500萬 這個我想 這個預算現在在立 你要不要承諾 這2500萬的核定 重新去檢討 重新去檢討 我今天我會拜託主席 我們一起做一個決議 在你把這個評估報告 成效的必要性 提出來以前 這2500萬不准過 同不同意 我們配合來辦理 所以你同意嘛 次長同不同意 可以 可以嘛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黃委員的質詢 接下來我們請賴斯堡委員質詢 好 主席各位先請 我們請一下這個衛福部的掌握 我們請請請廣播 為不 跟財政部 長官一起 需要幫忙的話 你們各自找你們的幫手 博恩好 根據相關的裁券發行條例的相關的規定 我們裁券的盈余 百分之五十到各地方政府 去做社會福利 而這些規範 老實講是很寬的 這個衛福部的次長是蔡次長 我們看他可以按照規定 可以用在兒少的福利 用在婦女的福利 老人福利 身心上的福利 社會救助等等 其他福利都是 所以這個範圍是很寬觀的 那麼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看到的是 我們好不容易給他這個錢 然後各性之政府 錢不要用 然後我們看到社會團體 我們主席應該很關心這樣的題目 我做個題目給你 你讓你了解一下 你也都很清楚 我們這個主席是很關心 這些弱勢團體 弱勢團體 弱勢團體 每年的得到的捐款 這連續三年 每一年降一成 就是每一年少一成 可是你發現 我們啊 我們這裡面 我們這裡面可以看得到 台北市 台南市 台中市 這個是 就等於說 錢給你的不用 然後放在那裡 然後我們社會團體 苦哈哈哈哈的 台北市第一名 你看到 現在多少錢 代運用的數有多少 30億 30億是多 超過30億 台南市 超過11億 台中市 超過16億 代運用比例的意思就是 我現在 就是A出於B 代運用的數 我們有30億 但是稅入 今年有進帳 12億 它代運用比例是239% 台南市 代運用的比例 181% 台中市 代運用的比例是 176% 各位 這個數字 告訴我們什麼意思 告訴我們一個picture 是 我們社會團體 苦哈哈 然後裁券 也根據我們相關的規範 把這個錢 通通撥給了 這個地方政府 地方政府的錢 扣在手上 我剛剛說過了 熬少福利 可以用 可以申請 婦女福利 可以申請 老人福利 可以申請 這麼多項目 都可以申請 然後扣在這裡 扣在這裡 他一年才 你看以台北市來講的話 一年才12億 一年稅度可以12億 他現在手上30億 30億 他可以兩年多 兩年多 各位 這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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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國庫署相關的資料 我們把它匯整的 然後你再看第二頁 各位 我們看到 審計部是什麼 說公益 裁券 有效的 挹注社會的福利財源 但是 能有待根據 我們督促各縣市政府 積極運用 貨配的 公益 裁券 這個就是 這是什麼意思 各位縣市政府 這些 六都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一頁 你可以看到排行榜 這個排行榜 什麼叫不良排名 第一名叫台北市 第二名叫台南市 第三名叫台中市 這六都 我們就把六都 錢這麼多 我們那個蔡市長 要不要對這個 發表一點看法 我們其實每年都有去 監督一下 他們的使用金 我請我們的社家署 好 可以 來講 是 報告委員 副署長嘛 是 就是有關公裁言語 為什麼錢那麼多 他不用 那基本上 因為我們公裁言語 基本上是在於 公務預算不足的時候 他才可以運用 所以他現在公務預算 已經太多了 是 那也基本上 他會看他的實際的需求 那在公裁言語裡面 他其實他也有規範 一些不可以自用的 雖然是可能有一些的不足 但是他因為已經 犯定不可以自用的項目 譬如說 國民年金保險的保險費 還有農民健康保險的保險費 那個副署長啊 講這話你要小心喔 這些都是不可以自用的 你這個意思就代表說 他們用不出區南簡單嗎 我們50%把它砍嘛 砍成20%不就好了 對不對 我們給國民年金多一點啦 給健保多一點啦 健保只有5%而已啊 把健保提高到10% 對不對 國民年金給他提高到55% 縣市政府少一點啦 這代表什麼意思 按照你講的就是 因為我們各個縣市政府 他也有編這些的社福支出 他本身公務預算不夠了 才能夠用這個錢 那現在他本身編的 已經夠用啦 已經夠多了 所以整個Picture就是 50%定的太多了嘛 就很簡單嘛 我們就來砍啦 把它降到30%啊 可以不可以 郭主長 報告委員 基本上因為有關這個 沒錢嗎 來 我們再問一下 健保的事情 請問啦 昨天我看到 說我們健保馬上要破產的時候 跟我記得事情 市長 應該 2020說要破產了 所以現在入不入出 一年虧了200億 明年開始可能就是會有 變成收支不平 好 所以馬上要進入三代健保 用家庭 家戶所得的概念來處理 這個市長你剛接沒多久 你不清楚沒關係 哪一位後面哪一位幫忙一下 幫手或者搶手都可以 來來來 確定了嗎 往家庭 家戶所得開始了嗎 開始規劃了嗎 報告委員是這樣子 其實健保的財務 其實到現在其實都還有一個 所謂安全準備金都還是 兩千多億啊 對對對 所以其實財務的問題 健保財務問題是 目前短期之內 都不會有什麼樣的狀況 而且有健保會的 收支聯動機制 不會說2020就倒掉 不會吧 不會 就是收支聯動機制的時候 會處理 現在都剩很多錢 對不對 剩太多耶 剩兩千多億耶 好 我們來看 是不是要家戶所得 開始啟動三代健保沒有 那還有一個就是 啟動三代健保規劃 開始沒有 我們其實不叫三代健保 是叫二代健保的改革規劃小組 改革規劃小組 開始啟動沒有 一直有在持續檢討 是不是往家戶所得開始做 那個是方案之一 因為其實 是不是確定的 沒有 好 就是說這是一個方案之一 我提醒一點 財政部的長官 如果你需要幫忙 那個護稅署的理所長可以幫忙 我們現在家戶所得一年多少 大概將近六兆對吧 對吧 對吧 對喔 健保署可以講一下 我們一年的健保支出大概是多少 每年支出大概六千億左右 這個對吧 後面那個拆次長 後面幫忙一下也可以 這個數字都對嘛 所以我說用最簡單最淺顯的ABC 這兩個一除 以後就用家戶所得 大概就是你要交 如果現在這個制度全部打掉 通通用家戶所得 就是大概你的家戶所得的10%交健保 大概這樣子 這個整個大改變 我沒有意見 如果是大概立法院都這樣決定 就這樣定 但是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有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健保費它是一個費 它不是稅 稅是統支統用嘛 收統支嘛 對不對 費是單獨specifically 然後針對哪一個項目 所以這會發生什麼事情呢 就發生說 這個如果這樣整個來講 當初為什麼 在上一屆的時候 為什麼說 原來要朝這個方向 後來轉了 因為變成跑出一個第二個國稅局了 各位知道我們報稅是5月嘛 然後大概確定開始退稅 10月開始退稅 然後確定大概明年確定 可是萬一我有問題 我覺得說你把我算錯 可能一稅又要另外一年嘛 這個都對嘛 所以 roughly來講大概需要兩年的時間 這段時間來講的話 我用交互所的來處理 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第一個 你怎麼去基增等於另外成立一個國稅局 我們叫健保局 專門也要收稅 它就是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這是我們對老實講 一般老百姓對於國稅局 我不敢說怎麼樣 但是印象都不會太好 因為都是來要錢的 大家是不是 再又跑來一個健保局 健保署也是一樣 為什麼這裡面 你這個掃焦的那個 那個掃焦的這個 然後呢 我要確定 確定我的所得 什麼時候要確定 兩年以後才能夠確定 這一段時間 來來回回來來回回 吵得沒完 他說你所得 你所得一年一百五十萬 我說不對啊 我只有一百三 只有這就不死了 只有這就不死了 所以這個觀念大家都懂 哇很好 我們這個 如果能夠這樣子 那就很簡單了 那你健保費太簡單了 你就所得稅裡面加 看加幾% 加10%就好了 還是加多少 健保 我們現在健保費不要了 這個制度不要了 以後 以後就這麼簡單 各位 就是你的所得 交10%就是健保費 就健保稅 過去的通通把它丟掉 請問各位長官啊 我剛剛這樣講 對吧 這個邏輯對吧 來 次長先講一下 蔡次長 我想這個 當然這個是我們現在 目前正在研議的方向之一而已 那我們 在今年年底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研議的結果 會讓大家來透明 然後看看是哪一種 蘇次長你講一下吧 那個財政部 我要講的意思是 你財政部要有立場 因為他等於成立另外一個國稅局 國稅署 這是很重要 這在健保署來課稅 等於課你稅 要抓你所得對不對 你說我賺150 我要報100倍130 不對啊 我要抓你稅 你要多交20 20因為10%就2萬了 很補 很重要 所以我們老百姓就面對兩個單位 跟我們吹稅喔 來 次長表達一下意見 我時間到了 來 我想這部分可能 就是說我們會再了解 那另外一點就是說 因為家戶所得這邊所統計的 可能有一部分是沒有申報的 或是免稅所得的部分 所以這部分的話未來 你去思考清楚 我覺得財政部要有立場 因為一直要往這個方向走 聲音一直出來 最後我們當然通過民主程序 這個一定 現在執政黨一定要推家戶所得 最後就是變成 我們這個國家變成兩個國稅局 是這樣子的結果 是這樣財政部要有立場 這個今天沒有時間 下次有機會再請教了 謝謝 好 謝謝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余婉如委員質詢 主席好 有請蘇次長 蘇次長請 余婉婉好 市長好 昨天這個院長有提到 不打房這件事情 我想就這件事情 來就教一下 院長提的不打房 那是什麼意思 我想不打房最主要的一個用意 就是說我們 一方面就是說 整個 這個 在財政部的主管的業務來講 就是 在稅制上面 做一個比較合理化的調整 稅制合理化的調整嗎 好那所以說我今天就要就教幾個現象 看看財政部是有沒有計劃跟這個規劃的方向 因為事實上我們在說院長雖然說不打房 然後這個市價就在這邊 但是我們知道市場機制就這樣子 沒有交易 價格都是假的 對不對 對 好那我這邊有幾個現象 但是這個市場的財政部的財政部的財政部 就是財政部的財政部的財政部 有垃圾和另外眠的時候 目前為那個房地合一稅制是 今年度剛開始實行 那是我們在電影想 所以可能也許剛才的事情 對外資的課稅稅率是比較高一點 那我們因為制度剛施行 可能我們要再觀察一段時間 看看實際上什麼事 我剛已經講了 今年以來外資買房的這個是零 對 所以希望你們能夠再做一個評估 這個市場的機制該怎麼樣去健全 那第二個部分 第二個現象是這樣子 之前也有提到過 在房地合一這個制度上路之前 就有一波座駕潮 意思是說有一些可能是富人 或者是說一些草房的人 他們把自己的房屋的實際的價格 就左手轉右手提高 那之後他如果要再賣掉他房子的時候 事實上他是可以減低他的房地合一稅的 那所以我想問一下這個現象 財政部有沒有注意到 報告委員 對 那個因為他們是在去年 就是今年新枝剛實施之前 他們提前做了移轉 那當然就是說那個實際交易價格 是不是有確實電撈的情形 可能未來就是我們查過 財政部有沒有掌握這個 報告委員我們是沒有 沒有真正去掌握這些交易的資料的價格 因為他們如果現在還沒有處分的話 那我問一下你們就說你們覺得這樣子的這個方式是合法的嗎 如果以他如果真的交易價格是真的當然是合法 那現在就是說如果未來他出售的時候 要適用新制的時候 我們會去查核他的實際成本是不是真的 不只是這樣子吧 連新聞報道都有指出哪些 哪一些的這個單位 或哪一些的這個公司法人移轉的這些真實的資料 連你們都不知道喔 報告委員 但是因為如果他現在沒有交易的話 我們目前是還沒有辦法啟動這個調查的程序 好那你剛剛說這個是合法的 那你覺得說這個合法的漏洞要不要去補起來 我們基本上會透過未來他如果有交易事實發生的時候 會透過查核的機制 把他那個實際交易價格來做核實的認定 除了這個交易的部分 他們其實是又換就是左手換右手嘛 那你要怎麼去查呢 你要怎麼去認定呢 我聽了半天聽不太懂耶 報告委員因為我們現在是 因為他原來在舊治時代 他用那個就是原來的交易方式去處理 當然如果說他在那個舊治交易的時候 他的交易價格就是假的 我們其實也是可以進行查核的 就是說如果說他真的這個只是換名 只是更名並不是一個真實的交易 那我們今天機關其實可以做這個 就是在對104年第5年底 這筆交易的資料做一個查核 看看他原來申報的資料是不是正確 是不是可以請次長 就是還有這個副稅署署長 針對在這個房地合一制上路之前 相關的交易有類似的行為 這個時間可以嗎 在年底前可以嗎 好 沒問題 年底前 那另外一個我想要再問第三個現象 那現在就是說有非常多的房屋持有人哀哀叫 因為這個精準地價當稅機之後 稅機會暴增嘛 那有很多的這些小市民收到稅彈的時候 其實都嚇了一大跳 那這個部分的話我想問一下財政部 認為說這個自有住宅的民眾 他們現在有些持有的成本 因為這個現在是用這個精準地價當稅機 持有的成本整個墊高 其實有一些小市民或是住宅持有人 他其實是負擔不起的 他其實可能是負擔不起的 因為原本他沒有負擔那麼多 那針對這樣子的自住民眾 有沒有考慮去調整他的這個稅機 跟委員報告 這個精準地價是內政部在研議的 那目前為止我們只是在討論階段 就是說 有在討論嗎 我們有一個跟內政部有一個 房地 房屋稅跟地價稅的稅機 這個平台 那這個平台當然就會 最後有一些討論的 你們自己財政部有沒有做過評估 不要不食人間煙火了 你們自己有沒有做過評估 我們沒有 基準地價是內政部的部分 那我要跟委員澄清的就是說 這一部分未來 如果說真的要採用基準地價 我們會整個稅率稅機方面做一個調整 不會 多久 你們覺得民眾可以接受這件事情多久 這個要是未來中長期的計畫 中長期 對 另外一點跟委員報告就是說 因為未來房屋稅跟地價稅 它的要調整的方向 是不是兩歲要合一或是怎麼樣 這個我們都是在 在這個平台裡面去討論 所以這個是不是定案的一個東西 是 我希望你們了解 就是說有些房屋自有的這個持有人 他們甚至有可能也是雙薪家庭 這個房子當初可能繼承或什麼 他們的薪水說不定沒辦法負擔 這麼忽然暴增的這個稅 對 那其實我還要再講 為什麼要叫你們評估 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我自己本身也是租屋者 我要問的是說更多的人是租屋的 那這個成本會不會轉嫁到租屋者身上 那大家吃得消嗎 所以希望說你們能夠儘快做一個評估好嗎 是 那像這一波最近的這個房屋稅的部分 我們也要求這個折承地方政府 對房屋稅的稅積他的這個做一個 在他地方這種牽責範圍之內做一個調整 比如說檢討他的這個折就率 或是對於那個稅積的這個調整它是 除了說房屋的折就率 我們沒有其他的這樣子的一個 建立清澈或是說針對哪一些族群 給予放寬或折扣的方式嗎 你們這邊沒有資料嗎 因為當我們法規一旦上路的時候 就是大家都是騎頭式的平等嘛 那這個法規上路也是要維持 所謂的這個土地正義啦 房屋的這些正義等等我也認同 但是說裡面有一些人 他們可能是經不起這樣子的衝擊的 那這個影響層面也不小 那這個部分你們怎麼去做評估 在稅立的部分就是各地方 我們有一個這個各地方政府 防衛稅支持條例裡面 也許他可以考慮他當地政府的財政情況 然後就特別的租金給稅立上的這個優惠 這個是地方政府可以決定的 尤其是這個租屋其實關係到很多弱勢青年喔 這其實我們一直在談的問題嘛 那租屋的部分 租屋的部分 就是未來如果是公共住宅 就是如果是提供社會 公共住宅什麼時候會蓋好 什麼時候會推出 已經有了嗎 這個是 你看嘛市長你都不清楚嘛 不要混為一談 你什麼時候可以把這件事情 納入你的評估的這個範圍 就是這個騎乘是什麼時候 委員是說這個 我是先針對這個 特色租層的部分 對 精準地價這個稅計的部分 跟他的這個影響評估 那個 先給我一個期程好不好 基準地價的部分 這個還要跟內政部談 這一部分不是 對 我知道你要跟內政部談 對 約個時間好不好 什麼時候 我們會或再跟內政部了解以後 我們再跟委員報告 好沒有問題 再麻煩你們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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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余委員跟委員會做預告 在等一下 盧秀燕委員諮詢完之後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接下來請盧秀燕委員諮詢 主席請蘇次長 盧秀燕好 次長 剛才我看的股市還在跌 那我昨天已經關心這個議題 因為已經連續大跌兩天了 那所以當然這個很大的一個因素 就是美國大選 那現在這個大家擔心說 即使美國這個選舉出來以後 可能還要亂一段時間 那所以你是國安基金的操盤手 這段時間大家對股市非常的擔心 而且預期這個混亂的狀況 股市不穩定的狀況 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 國安基金它成立的任務 就是要安定股市 是國內外的經濟情勢跟金融的變化 所以我想請教你國安基金準備好了嗎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有這樣的準備 讓股市投資人安心 如果萬一有什麼樣的狀況 大家放心我們隨時可以進場 跟委員報告 我想我是國安基金的執行秘書 我隨時都會注意到國際經濟的情況 政治情況的變化 所以在目前的一個情況來講 我們也都隨時有掌握 那麼因為按照法規的規定 就是國安基金是有5000億的 這個作為這個後盾 所以基本上我們要看 整個國際經濟情勢的情況 還有國內股市的這個變化的情形 我們隨時會做一個了解 有5000億的規模 那它啟動的程序 是不是非常的簡單 就是你們覺得必要的時候 立刻可以進場 而不需要繁複的手續 這點也應該讓股市投資人知道 讓他們安心 這個部分只要我們召開臨時的委員會 委員同意的 因為這個是委員合一制 只要委員同意的話 我們就可以進場 好 那另外昨天我已經提醒了 除了國安基金以外 我們四大基金 包括各公營事業 都有些資金可以調度 那我剛才已經看到 今天下跌的幅度 已經比昨天大跌 一百多點已經縮減了 所以你是不是也讓股市投資人知道 讓他們安心說 事實上政府已經有在動用其他的工具 包括四大基金 包括其他國營事業的一個基金 都已經有在注意股市 當然你不能講得太具體 買了哪些股等等之類 但是政府沒有放任不管 還是說你們根本放任不管 跟委員報告 四大基金不是財政部所能管轄的 那當然我們會進一步去瞭解 那公股行庫的部分也需要他 看他的這個資金的餘意情況來了解 但是我們會進一步 就是用整個股市的情況做前半性的評估 那需要國安基金進場的時候 我們也會適度的適時來召開會議 這個當然都沒有問題 公股行庫是你管的啦 公股行庫你管的嘛 那公股行庫手上都有一些賢餘資金 那他們平常也必須投資嘛 所以我想請教你一下 那這段時間你有沒有請公股行庫的這些負責人 要多注意股市多關心一點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提醒呢 當然公股行庫的資金的應用 因為有一部分是國營事業 就是比如說台營土營 有一部分是公股民營的這個事業 那這一部分當然他的這個 所謂的投資的操作 基本上有一部分可能要尊重他 自己的這個公司治理在裡 這一部分 那我剛才講過 各公股行庫他有資金的這個 他有不同的資金的部位可以去操作 那我們會進一步了解 那至於四大基金的部分 當然就是不是財政部所主管 那這一部分我們也會進一步 這個去 這個了解 那如果真的需要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 就是說國安基金這一部分 還有四大基金這一部分 如果真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也會去 去做一個聯通的機制來進行 好 謝謝你正面答覆 另外就是因為這段時間 這個股市不好嘛 那可以用的工具就是稅務是一個工具嘛 但是到目前為止 有關於證交稅是不是要調降 或是鼓勵扣抵的這個全額扣抵 你們都一直要到說明年四月份 稅制檢討以後再來處理對不對 那個鼓勵手的課稅的問題 基本上涉及到兩稅合一制度的變革 那這一部分我們在上一次的委員會裡面已經 我想部長也在委員會大會裡面報告 所以我們在明年六月之前 明年六月 對 目前還在 所以換句話說 不管證交稅或是鼓勵扣抵的事情 都至少這半年內 都不會有任何的動靜 我們是明確地告訴股市投資人 大家不用想 這兩個工具是不可能有所任何改變 大家只好自力救濟 是這樣的意思嗎 很明確的 你是要很明確這樣跟大家講 這個時程嗎 因為這個稅制的變革 是比較結構性的問題 不是一下子就能調整的 所以在這一部分 我們當然會比較謹慎一點 那當然這個股市交易的 所以不管是明年四月 或六月份的期程 不可能提前 因為目前還在委外研究階段 那我想這個部分 大概我們預計的計畫 大概就是明年 有可能提前嗎 因為如果股市瞬息萬變 如果台灣的經濟情勢 到年底之前 遭得不得了 那你還要等明年四月六月嗎 有可能提前嗎 我們最快大概四月底之前 會暴行爭議 什麼時候之前 四月底之前 所以只能熬到明年四月嗎 好 謝謝你答覆 接下來 我上個禮拜一 二 才這個 質詢你們的部長 有關於101煙火 因為101煙火 第一個呢 每年有百萬人湧入 是國人最重要的活動之一 比國慶大會還受歡迎 國慶大會你還要動員 這個完全不用動員 所以國人期待之音 你從每年百萬人湧入 大概就知道 第二個 它是一個你政府不要花錢 就有的國際文宣 每年所有的各大國際媒體 健康編開集 自動幫你報道 讓台灣的能見度 受到全球的矚目 它在國際行銷非常重要 所以它是個非常有效的 但是 上個禮拜我問說 聽說今年的裁員 還有這個招標狀況不好 到現在啊 沒有辦法放煙火 部長當時真是文字搞 當時還告訴我 第一個裁員沒問題 第二個我說規模會縮減嗎 也告訴我規模會不會縮減 我說會放一半的煙火 一半變光雕嗎 部長也告訴我不會 絕對會至少不會比 這個部長的話啊 不會比去年遜色 也不會比以往遜色 這是文字搞 那我說 裁員也沒有問題 部長說不會 然後我說 那這個 那裁員沒問題 不要說自己政府掏腰包 自己出來買單 部長也告訴我不會 這是逐步的文字搞 但是 第一個 你剛才這個進場時候 有接受記者訪問說 裁員有困難 第二個 101也的確很明確的 告訴媒體朋友們說 到現在裁員沒有著落 他們也向觀光局提案 說請他們贊助 連觀光局自己都說 今年預算不夠 沒有辦法處理 那所以距離這個101 只剩下一兩個月的時間 那老實講 這個資金如果沒有到位的話 那這個 你巧富難為五米之吹 所以我今天在問 上禮拜 部長告訴我裁員沒問題 今天次長 接受記者訪問說裁員很困難 那是次長打部長的臉 還是部長作證不實 答詢不實 還是次長比較誠實 把這個裁員告訴大家 所以我最重要問的是 民進黨執政101煙火沒有了嗎 跟委員報告 我剛才 我可以這樣講 就是部長的這個 所做的保證 基本上我們會盡力去達成 那裁員 部長作保證盡不起 盡不起什麼 考驗 盡力 我們一定會去達成 一定會達成 對 那裁員的部分 裁員的部分 因為101 他在招商的部分 是有問題的 那裁員的部分 我想我們會盡力來協助解決 怎麼協助解決 你要告訴我 因為 你看連續兩個禮拜 你們講法跟101講法就不一樣 部長跟次長講法就不一樣 那實際狀況跟現在的進度又不一樣 那到底 你說裁員沒辦法解決 101這兩天不斷的在找記者 放出消息 因為101向政府來請求 政府也不理他 像所有商圈 101附近的商圈 全部去募款 沒有一家要幫忙 到現在一毛錢都沒有著落 這是具體的消息 確實的消息 那你部長還告訴我 你們也不會動用公家的預算 那所以到底誰要出 這個不能 我們會盡量來協調解決 為協調解決 對 那最後是財政部自己買單 或八大行庫買單嗎 八大行庫最近就是 要解決勞動資金的不足 哪家廠商倒了 那八大行庫要拿錢出來 來救濟這些解決勞動問題 101沒有煙火 是不是也要找他們 到時候這些八大行庫投資人 會不會告你財政部啊 這些本來應該是我獲利的 結果呢 你通通把我沒有經過我們 股市投資人的同意 把我們的錢盈餘拿去 要不然做勞動救濟 要不然去 這個贊助101煙火 那你的預算也不可能動用 那錢到底哪裡來啊 這個 亂找廠商也會產生被詐騙 或者是不樂之捐 或者是按盤交易 你替我把101買單 將來我在政府什麼事情給你好處 所以到底怎麼辦呢 我跟委員報告 基本上我們了解這個情況了 那事實上就是說 這個裁員籌籌的方式 有很多種方式 不一定是特定裁員 可是到現在 你沒有辦法在這邊具體答覆 怎麼解決對不對 你只能默然 你沒辦法告訴我 你沒有辦法在這邊誠實的答覆 他的裁員從何 到現在為止 沒有一毛錢的著落 是不是 這個部分我們再跟101這邊了解 我我我我 對啊 你裁員沒有著落 跟你部長上個禮拜來答 都說裁員沒有問題 這兩個答覆 兩個禮拜來的部長跟市場 打的兩個完全不一樣 所以你們會不會有答詢 你們是不是在這邊亂打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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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的是真的 還是部長說的是真的 我請國庫署這邊補充一下 跟委員報告 其實部長在打詢的時候 那時候有大概四家廠商來應標 有四家 有四家來 然後呢 後來就是後來一直沒有談成 沒有談成 現在我們還有一些缺口 缺口現在它的確有跟政府來尋求協助 現在聽說四家沒談成 所以現在缺口是一毛錢都沒有對不對 現在事實的狀況 有缺口 但是呢不說一毛錢都沒有啦 就是有缺 還有缺 缺多少 你今年預算是多少 大概不到一半啦 對 規模是多少 四千五百萬 去年是四千五嘛 四千五 對 那你現在是有籌到兩千 對 差不多 差不多 那這兩千是誰出 這個我們還在問這個101啦 這個細節的可能還在問他 不過這一部分它的確也跟政府尋求協助 我們現在會盡量來想辦法啦 我想最好的方式還是由101 再去召看裡面召到其他廠商來協助 這是最好的 對啊 加油加油 民進黨執政 物價菜價上漲 地價稅暴漲 薪水不漲 現在連煙火都沒了 實在太可悲了 加油加油 好 謝謝委員 好 謝謝盧委員 我們現在休息十分鐘 我們先請問我的原因 我們請在這一點 第二點 我們請問位置 要懶惰 等下 我們請問位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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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请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每个月 感谢观看 你知道吗 感谢观看 这部分的 我们的 就是说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的顶 你行來做這個 那就沒有就業的效果 你其實 你其實也不知道 因為沒有統計 所以你現在只能講故事 你不能講事實 我想原民會 我們原民會 中副主委 對不起委員 我是一萬納威副主委 這邊上面給我的資料 對不起 一萬 對 一萬就可以了 我們一萬副主委 我想請問 這個部分在我們原住民 的經銷商的情況裡面 是不是也是如此 到底我們是沒有工作的原住民 來從事經銷的工作 還是我們其實是有工作 特別是電腦型的採券 他還必須要投資啊 對不對 所以就是說到底是 弱勢的 相對更弱勢的障礙者 原住民 低收入單親家庭 從事了 還是 在這裡面其實相對強勢 有資本 有能力的人 可以從事電腦型的採券 原民會有沒有掌握 這個基本上是由財政部這邊 比較有細緻的了解 那但是這一些的業務 好 我了解就是說 您的意思其實我們也不知道 對 所以我們像其他的業務單位的話 只管盈餘跟回饋金的分配跟使用 對不對 那然後但是我們也管不到這塊 然後也沒有關心過這塊 好 我了解 謝謝 那我想請問我們社家所 我們現在在低收入單親家庭的這一個部分 在我們的過去的就是說 了解跟掌握裡面 有沒有家長帶著他未成年的子女 在從事銷售的工作 特別是現在規定我們從早上十點開機到晚上六點 但是整個我們其實開機的時間 可以從早上七點到半夜十二點 大部分的就是說 大部分的經銷商事實上 在這個時間裡面通通都是開機營業的 你們知道 這樣子的話 那其實相當程度來講 投注站是一個賭博的場所 是不是 對於未成年人 在裡面出入 是不是健康的 報告委員 基本上有關這個投注站裡面 佔有多少低收入或者是身心障礙者 我手邊是沒有 不過如果因為他的那個投注站是他的住家 基本上有18歲以下的小朋友 因為他是他的住家 都有可能 對 是住家 其實你們也沒有這樣子的答案 你們也就是說不了解這樣子的情況 我能不能再請教我們台彩公司 事實上我們中信營每一年 都辦理點燃生命之火的募款活動 也特別跟我們台灣大學合作 設立兒哨及家庭研究中心 我們在這上面看起來我們的企業文化 是關心我們的兒哨的 但是我想我也相信 剛剛我提的這個問題 你們大概也不知道 無論是台彩或者是中信 也不知道這樣的問題 但是從你們自己調查的結果 有64%的投注站 都曾經銷售彩券 或兌換獎金給兒童青少年 這個部分 這個部分你們做過什麼樣的處理 我們在第三屆的時候 報告委員 我們在第三屆的時候 做過一次調查 那個時候 販賣給威城聯的這個比例 是80% 但是在這個 從第四屆開始 103年以後 每一年是有兩次的這個調查 我們最近的一次調查是 這個172加 然後合格的是 合格率是90% 不合格率是10.5% 我們曾經有沒有做過處理 有 對於這樣子的店家 有有 處理了多少家 是停機 是 停機的家 這個違規是停機三天 好 軟書長 我請問喔 我們對於 我們對於業績沒有達到 的 的投注站 我們就會撤銷 一段時間之後 我們就會撤銷他的資格 是 我們對於 就是說剛剛講 對講 給 未成年 者 的這一個部分 我們 就 停機 好 只是做到 就是說停機 好 那我們現在 就是說我剛剛要問的 是 我們對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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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銷資格的這個部分 業績沒有達到 業績沒有達到 有很多的問題 他有可能 你們到 是他不努力嘛 好 站著毛坑 然後就是說 不努力的去行銷 好 但是也有很多其他的可能跟原因 但是我們的處理 事實上跟人頭戶 或者是跟地下千賭 是採取一樣的方式 撤銷他的資格 你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是公平是合理的嗎 基本上我們是不允許任何違規的行為 比如說剛才講的就是說 像對 當然 就是說違規的行為 其實在處理跟處罰 事實上 應該要合乎比例的原則 到底是他違規 還是他利有未待 但是這個結果 但是我們的結果 處理的就是說 方式是一樣的 那特別就是說 現在 就是 的情況裡面 是人頭戶最猖獗的時候 這個是 就是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那然後也是 我們 現在銷售量 歷來最低迷的時候 那在這裡面的話 我們要要求 我們有要求就是說 台彩公司 或者是要的就是說 中信營 在這上面做出什麼樣子的 就是說改變跟解決嗎 當然基本上 因為今年 人頭的問題不解決 它其實只會越來越嚴重 它不會自然而然的 就是說得到處理跟解決 今年當然它目前的確衰退的蠻多了 到目前大概到9月底 只有979億 那比去年來講是衰退蠻多了 所以我們就是希望他們能夠盡量 能夠在這方面 能夠用其他的各種方式 能夠把這個相關的買氣能夠放上來 各位 這也是我們就是說 要編那個 這個形象廣告的其中原因之一 我想這樣的講法 固然站在你們的立場裡面 你們有為難跟困難之處 但是我們對整個結果來看 這樣的講法 是不是大家能夠接受的 公益彩券的發行 名義上是增加我們弱勢者的就業機會 但是實際的情況裡面 在實務的情況裡面我們了解 其實是讓身心障礙經銷商 讓我們原住民的經銷商 很多的時候是放棄了 有一計之長的工作機會 轉而來從事這樣子的工作 那更不用講就是說在這裡面 我們對於 對於整個的盈餘跟回饋金的運用 事實上沒有增加的效果 我們弱勢者承擔了 背負了道德的風險 但是創造出來的這一些 無論是盈餘或者是回饋金 事實上只有替代的效果 各位蒙心質問 如果有一天我們的盈餘 我們的回饋金下降的時候 不會有影響嗎 如果它是額外的 我們法定的福利服務 應該的支出都沒有受影響的話 它或許沒有影響 但是現在已經替代公務的預算 它在執行法定的業務 這樣子的制度 這樣子的方式 難道是我們要的嗎 我覺得 走對面的各位官員 跟我們的代表 你們要好好想一想這個問題 這個問題 我跟其實今天非常多的委員 也都關心了 我們會一起努力 然後在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也會強力的予以監督 謝謝 請王委員跟各位備詢委員 備詢人員就回座 有請邱委員 主席 有請 有請 邱市長 還有我們衛福部的 蔡市長 那 剛剛聽完我們王委員的 一些尋答的 感到非常的感動 我想 好的政策怎麼樣落實 是很重要的事情 那是不是我先 首先請教我們市長 蔡市長 那個 我們在公益採建營以分配 那個 有50% 是分到地方政府的 辦理社會福利的支出 對 請問這個怎麼分配給各個縣市的 依照什麼樣的一個比例 和原則 這個部分因為 有一個公益採建營運分配 有這個委員會 那分配到地方政府之後 就由那個衛福部這邊 來負責做分配地方政府 是不是請衛福部 所以分配到 縣市政府是衛福部還是財政部 銀餘的分配方式 當然就總的來講 50%是給地方政府 那45%是給國民年金 5%的話是做健保的準備金 那給地方政府這一部分的分配 基本上我們是用 就是15%是用公司來分配 那另外25%就是要到銷售額來分配 那另外有用六個指標 就是比如說 鵝哨 或者是生長的這些指標 各10% 來分配給各地方政府 10% 所以15是均分 就是等於均分 對 就60% 剛才銷售額是25% 另外就是公司分配是15% 所以加起來是8% 對不起可不可以大聲一點 對 就是 我剛才講公司分配是15% 公司分配是15% 另外銷售額是25% 那另外還有六項指標 比如說剛才講 有些生長的或者是兒少的 那些還有老人的這些人口 那麼有六項指標 那各百分之10 各百分之10 所以有60% 60% 是依照 是申請還是依照他的指標 還是說 按照那個指標 主動申請的 按照指標就直接分配了 按照他的指標分配 對 好 那 所以 以這樣分配來看 過去 那個大概 用在地方社福 大概 兒少的大概占了 12.8嘛 那身心障礙福利大概 44.23 這樣有沒有符合我們 當時 在分配出去的一個 原來的一個目標 這樣的比例 有沒有 我們做一個政策 一定有他核心目標 他想要達到的目的嘛 那這樣的比例 你覺得跟 跟我們當時這樣的一個 分配辦法的目標 有沒有 還算符合 好 報告委員 我這邊是衛福部社家署 我來說明一下 因為本財 公財盈雨的目的 基本上就是要增進社會福利 那剛剛我們 財政部也有提到 就是說他的分配 會依照15% 25% 還有6個人口對象去做分配 那基本上 在這個人數上 確實我們身心障礙的部分 也是 佔了 目前的身心障礙人數 是115萬 他的比例也是還蠻高的 那目前的一個使用情形 身障是 以去年104年的一個 營養運用情形 身心障礙者 是佔了44% 那老人福利的部分 是佔了 19% 那還有我們的這個社會 救助呢 是佔了15% 兒少福利是佔了 13% 那基本上 地方政府會 因應他的這個施政的優先順序來使用 所以基本上 應該是還符合 所以這個是地方政府自行應用嗎 是 用在 他要用在兒少 婦女老人身心 對 就整個社會福利 還有家庭 暴力防治 那另外 那另外只是有一些是 不得之用的 他要去排除運用而已 其他他都可以來使用 好 謝謝 謝謝衛福部的回答 那可是 在營養的管理 依據這個104年 我們 這應該是財政部的資料吧 我們不符合福利支出的 有兩縣市 沖底分配跟補助社會經費的 有三個縣市 執行力不佳的 有兩個縣市 資訊公開程度 不足的 較低的 有三個縣市 那請問後來都怎麼樣 你怎麼樣去評估 然後後來怎麼樣要求改善 好 是 來跟委員做個報告 就是目前財政部跟衛福部 都有在針對有關監督考核的部分 來做執行 那目前發現就是說 他自用的情形 不是屬於社會福利支出的項目 大概就是兩個縣市 是桃園市跟年江縣 沒關係我們不用指出哪一個縣市 那對於這樣的一個不符合 就是使用的項目的部分 基本上我們是會有委員 然後率隊呢到這個縣市裡面去做一個輔導 那如果是屬於非屬不可以自用的 那就要請他繳回或者是不得執行 那執行率比較低的就會改善 限期改善的方式 好 所以有在督導了 這個部分可能必須要切實去落實去集合 跟幫忙 那我另外再請有一個疑問 在分配的裡面以銷售比值 作為分配的依據 它的用意是何在 是要有那個鼓勵推銷的意思呢 還是怎麼樣 它的用意何在 銷售比值作為分配依據的用意 這個部分 這個因為最主要是說 如果當地銷售比較多的話 那它按照大概那個比例去回饋給當地的地方政府 是這樣一個情況 所以哪一個地方銷售比較多的時候 它獲得的 按照這個比例獲得相對就會比較多一點 是 那我是這樣考慮一點 不曉得你們的看法怎麼樣 因為如果它這個都市比較人多 比較有錢 它購買力比較強 可是你那個偏鄉地的縣市 它弱勢的縣市 它人少錢少 人都沒錢了 吃飯多沒問題了 哪有可能還去買採券 那是不是這樣子它銷售少 分配少 然後就是一種visual cycle 就是一種惡性循環 你這個福利的 是不是在這個地方 當然我們要在核心的目標來探討 但是有 我們在討實上也覺得 愛得越慘 這樣不曉得 有沒有這個問題的考量 當然這個 我們在103年之前 都是有40%是分配 依照銷售而去分配的 後來我們發現 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這個問題之後 我們在103年之後 我們把它調為 從事實降為25% 那其他依照這個所謂的 個資家是身心障礙者 或是兒童 少年老人等四類的這個比例 挑高到60% 所以如果哪一個縣市 即使它銷售不是那麼多 但是它的弱勢 族群較多的時候 請問那個 你把它調降了以後 整個銷售的情況有沒有降低 就是說 比例 銷售比值 從40%佔了20% 25 那整個銷售量有沒有 整個台灣的銷售量有沒有降低 整體銷售量是有降低的 但是這個不是那個因素 就是說那個分配的因素 當然我們銷售額是按縣市的銷售額 所以沒有影響嘛 但是整體的銷售量是有下降 所以25%是OK 目前來講 看起來是應該 合乎公平正義 照顧弱勢的縣市的原則 這個比例分配 基本上我們都是經過地方政府 找地方政府來開會 同意的 他們同意的這個比例 那當然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怎麼樣避免地方政府 存在以公裁的一個預算 來代替公務預算的心態 或者是實際上的動作 有沒有這樣的避免 如何避免 這個部分 我想我們跟衛福部這邊 都有對地方政府 這個採券營餘的支用 有一個考核 我是不是請衛福部這邊來 我們檢料回答就好 是 就是有關年度都會有一個考核 那會把地方政府 他在支用他這些代運用數的比例 列為一個評鑑的指標 就是說 基本上我們希望他是越高 那他得的分數是越好 以上說你 好 謝謝 所以我想有關於這個議題 我想我們 那個 做一個簡單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說 還是要在我們原來 這樣的政策的核心目標之下 應該要定期來檢討 檢討銷售比例 相關比例分配 甚至內容 那個 的一個分配 那 希望說 一定要不要變成一個 把公務的一個補充而已 這樣會失去社會福利的支出 最後就是說 希望 分配到福利的支援 一定要跟 當地的社區的醫療支援 保健支援做一個結合 不要分 一塊一塊的 應該以人為本 這個人需要怎麼樣的照顧 我們該給醫療就給他 該保健就給他 該福利就給他 這樣才能夠真正 給社區的民眾一個弱勢 一個完整的照顧 以人為本 來分 這個可能未來 請委員部來注意到這樣的事情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邱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 鍾嘉賓委員質詢 主席 與會的委員先進 列席的政府機關所長官員 工作夥伴 還有記者媒體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有請蘇次長以及 副稅署的李宿長 市長跟蘇長 市長好 總委員好 市長好 市長 您有沒有買過公益彩券 有 有啊 刮刮熱 都有 都是很少做 我們都一樣啦 我們沒有偏財運 買彩券可以做公益 我們不斷在宣導 所以我們也經常去買一些 呱呱樂 提供活動做摸彩 但是我個人都會直接捐 捐給公益團體 那麼目前我們有這麼多的 公益彩券有這麼多的類型 那我想今天呢 來請教的也是長期以來啊 公益團體之外 還有彩券的這些 承銷者 很多承銷者本身都是 零有聲障手冊的 應該說都是零有聲障手冊的啦 那麼這些彩券的 承銷的聲障朋友呢 他們在跟我反映一個問題啊 就我們現在看一個表 目前呢我們 課稅的起征點呢 是兩千元以上 就是你中獎的彩金要課稅 對不對 兩千塊 兩千塊嘛 第一喔 目前我在這邊圖顯示的呢 這個是屬於威力彩 那以威力彩 以這一期來說的話 五獎呢 他的中獎金額是四千塊 那在本期的稅金的貢獻呢 是三十萬 本期一共有三百八十萬的稅收 那他們的主要訴求就是說 一般的民眾的購買彩券的習慣是 如果他的中的是小獎 他可以直接不去對獎 直接把對獎的金額再換成是 購買彩券 應該次長了解這個行銷的方式啦 對 如果你去遇到做輪椅的朋友 在行銷彩券的 你中了兩千塊 他就說 你看看手機好不好 你會不會這樣 會 我是沒有這個機會 我從來連小獎都沒中過啦 不過呢 這樣的說法呢 好像也有道理啦 可是考量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將這個 起稅的起增點提高 難免我們的稅金就有點損失嘛 但是 你把起增點提高 他因而增加的彩券銷售量 他甚至可以擴大我們彩券的銷售金額 那也提高了采魚的分配的額數 那就這一點次長有沒有考慮過 我們來評估 重新評估兩千元的免稅的起增點 是不是可以再往上提 這個部分喔 那個兩千塊的起增點 基本上要 我想 如果是單獨只有這個 採券這一部分的話 是 那當然可以考量 但是問題是在這裡 所有的所得啊 那個起增點啊 各類所得的扣角標準裡面 起增點就是兩千塊 我所知道的不是各類所得 是包括統一發票啦 統一發票 對啦 中獎的 是 所以我這裡就是說 如果要考慮把這個 中獎的起增點提高 你們不是只考量到公益彩券嘛 還考量到統一發票嘛 那我請教一下 那目前財政部對於國稅署 對於這個統一發票 如果把中獎金額的起增點 課税的起增點提高 有沒有做過 他對於我們稅源影響的差距的評估 有沒有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書長 來 書長 報委員 我們也統計過 如果是統一發票的獎金 如果從中獎的起增點 從兩千元提高的話 如果說是 因為他有不同的額度啦 對 那因為曾經這些 我們這些銷售業者曾經有建議過 說要提高到這個五千元 那這部分如果提高到五千元的話 其實它就會構成大概有一點 只有統一發票的部分 大概就會有一點一二億的稅收損失 如果再包含公益彩券的話 大概就會將近有 將近三億元的稅收損失 好 我覺得很好 護稅署有做個調查 那你能不能來評估一下三千四千 因為你們評估是五千嘛 是 是 對不對 我知道上次中委員有舉辦過一個會議 那我們 委員有提醒我們就三千元的部分 來做一個評估 那因為目前我們公益彩券的部分 有初步評估過 大概也是會有 大概0.28億的稅收損失 那至於統一發票的部分 因為我們還沒有計算出來 是不是容許讓我們 來 次長 我就拜託 因為是這樣子 因為銷售彩券的這些身杖朋友 他們其實也無非圖的是說 你把兩千改成三千甚至改成四千 它可以多賣一些彩券 它可以賺點佣金 那當然對整體的彩券來講 它彩餘也會增加 當然相對少的是少的是 統一發票的獎金 課到的稅金 但是我希望說財政不能 不要因為散小而不為 能不能考量到說 去試算一下 在國庫稅金損失這條情況之下 說不定可以創造更多的彩券盈餘 也可以幫助這些銷售彩券 身上朋友他的銷售佣金 願不願意去考量一下 我們可以做一個那個 你們做個試算好不好 做個評估 市長可以嗎 可以 好 那麼我們這的確沒有錯 因為你們這裡講的 各類所得的扣角標準 那公益彩券的另外一個課題 是在公益彩券的發行條例 與其未領獎金全數歸入公益彩券盈餘 聽起來這是符合公益彩券的發行方向 因為獎金沒有獎金是誘因嘛 目的要人家買彩券嘛 買了彩券之後呢就有彩魚嘛 但是這裡基生蛋蛋生機 目前我們法律規定 沒有領的獎金通通歸入彩魚 這是對分配彩魚的社會公益團體是有利的 但是呢如果說這些彩魚呢 也能夠累積作為下期的獎金 有一種可能是 它會提高下期的銷售金額 擴大彩魚 事實上也增加彩魚的這個分配數 市長覺得這個可不可以去評估一下 這個部分我們回去再了解評估一次 那個現在上來的是哪一位 國庫署 國庫署 你們過去有沒有評估過這個情況 跟委員報告 這個整立法的過程是跟委員報告 我們知道立法知道 因為這個立法它是全部都是歸入嘛 對不對 本來那時候就是希望說 那些就是沒有來對領的那部分 就是納到這個這個彩金池裡面 那時候很多委員都反對這樣子 我了解 因為社會團體它會希望彩魚增加 但是我覺得說我們的方向是一致的 我們如果說如果評估納入彩金 可以刺激購買彩券的銷售總額 可以讓彩魚更擴大 我想等著分配彩魚的團體 也應該會熱見其成 那我這裡我沒有既定的主張 我只希望說財政部 因為上次訂法的時候已經訂了 那現在呢有人提出這樣的聲音 希望重新再評估考量 可不可以做個評估 如果說有部分可以納入彩金 有可能增加怎麼樣的彩券的銷售總額 也擴大了彩魚的分配總數 是不是可以考慮一下 我想這個我們回去 可以評估吧 可以進一步看看 那最後呢 因為剛剛講到統一發票 我請教一下次長 您知道現在統一發票 我們改用電子發票嗎 對 那你也知道說有些公益團體 他們長期收集以前的 值本統一發票來中獎 對獎之後呢 可以作為他們的公益資金嘛 對不對 那改成統一發票 改成電子發票之後呢 他們就少了這個機會 因此財政部也推出了一個愛心嘛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使用過愛心嘛 我沒有 沒有用過喔 那我就要拜託您了 因為 當然我們統一發票的獎金 不是要做這些社福公益團體 它的運作的收入啦 但是長期以來已經有些公益團體 它運用志工去對值本的統一發票 獲得獎金來補充 那麼現在用的愛心嘛 目的也是要彌補他們 這樣的一個收入損失 但是 是不是有統計過 財政部有沒有推動一些便利的作為 讓很多民眾知道可以捐愛心嘛 那麼申請愛心嘛的社會福利團體 有沒有增加 這個有沒有做個了解 這個部分 事實上這個愛心嘛的部分 從101年到105年 事實上逐年再增加了 這個資料可以提供給我 你們說社會福團體 申請愛心碼的再增加對不對 對 好 那麼他們從這個申請愛心碼的 這個賬戶當中 所獲得的重獎金額 有沒有統計 重獎金額也足連再增加 也足連再增加 那是不是可以把這樣的資料呢 提供給我們 因為我們遇到很多 以過去統一發票 中獎金額來補充他們 這個經費的公益團體 他們都會覺得說 他們申請了愛心碼 但是呢我們實況上 很多尤其是大型的通路商 像統一超商 有時候你去跟他說 我要捐愛心碼 他還跟你說什麼愛心碼 那當然我們的軟體開發都有這個程式 但是呢我是覺得還不夠普遍 是不是也可以請財政部提供 目前有申請在愛心碼電子發表上 有設定愛心碼 而且呢也要求他的結帳的這個人員呢 有詢問顧客 多一個詢問的動作就多很多 可以 那這個部分呢我就拜託一下 那也希望說 我剛 也待會也會以零時天的方式提出來 請我之前呢就教於財政部的部分 兩個部分 採券的部分 免稅的起徵金額 可不可以適度的提高做個評估 采魚 為對獎的 采金是直接納入采魚 那如果納入 部分納入采金 對我們的採券的銷售有沒有影響 也做個評估 那最後我請財政部呢 是不是就 目前你們在推動的愛心碼 這樣的推廣 除了開立電子發表的同時 直接詢問消費者 有要捐贈愛心碼 我希望說三個月後 我們再來調查一下 是不是這些申請愛心碼的社會團體增加了 是不是他們透過愛心碼得到的 統一發票的獎金也增加了 部長可不可以這樣做 我是市長 市長 對不起 希望有招於日市市長 可以啦 還是要等到部長來做 現在就願意做 現在就可以 好 謝謝你 但是我們也會透過統一發票宣導 我們也會透過統一發票宣導來做這件事情 好 謝謝 希望您當部長的時候我們這已經完成了 謝謝 委員不要害我 好 謝謝 委員不要害我 好 謝謝 總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施藝方委員質詢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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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經銷商的管理,還有就是發行機構的這些監督 還有營餘或者是回饋金的應用,這四個部分 那在統計的資料裡面,這一些電腦型的採件經銷商 他的平均收入從民國96年的75萬 到101年的109萬 這個部分的成長大概也有45% 所以在工藝採線的經營方面的績效也相當的不錯 就本席所知,你在地世界的經營期限 也從原本的7年延長到10年 這延長3年的原因,是不是可以請次長說明原因是什麼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國庫署這邊收入 可以,沒有問題 謝謝 各位,包括最主要是考慮到效率成本的問題 因為7年實在太短,所以後來是經過評估以後 後來是延長到10年 我下一個問題會跟延長的連線會有關 那是效益的問題 好,OK 那這一屆,這一屆的那個 今年的時間是從 2014到2023年 一共10年 這個對不對 這一屆 這一屆 到2023年 2012吧 2012 總共這一屆 大概25000件 那審查合格的總共是14000件 但是最後抽籤正期的是 那個5800件 那背期是一半 2900件 所以在這一個最後 正期的比例約只有23% 那其中就是身心障礙者佔了92% 那原住民是7% 那單親家庭的部分是1% 那本習當然就是說 對於弱勢的這個幫助協助 這個非常的好 但是 本習擔心的是說 你這麼一屆延長了10年 在這個中間 想要加入或者是 因為替換率太低了 所以也無法取得資格 那這個10年會不會相當的長 這個部分是不是請次長回答一下 這個部分 因為10年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還是那個署長你要上來回答 是不是可 跟委員報告 現在是這樣 雖然是10年 但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比如像這一屆 到目前為止 出場的已經有13000多人 因為有一些違規的 有一些是沒有批購的等等這些 目前有一些退場的 所以事實上 它一直補 一直補 退場的機制有這麼高嗎 蛤 退場的機制有這麼高嗎 目前 目前是 退場機制怎麼可能有1萬多家 你只有正期5000 怎麼會有很多家 有些是放棄的 蛤 有些是放棄的 有些是沒有批購的 不是你正期只有5000 怎麼可能退場是1萬 你的數據是有問題的啊 不是我的總的是 電腦型跟立即型的 兩個加起來 我在跟你談的是電腦型的 電腦型的 我在跟你談的 我已經前面開始就一直講電腦型的 那本席很擔心的就是說 這10年裡面的弱勢的群組 會發生的人數相當的多 而你正取的部分只佔了報名的23% 那你既然就是說還把一屆 延長到10年 這個部分是不是太長了啊 本席反映的是次長 本席反映的是這個弱勢 你要幫助弱勢 但幫助弱勢的話 如果你這麼長的時間只有23% 是不是太少了 是不是太少了 當然這個 時間長 就是說如果時間長的話 那麼他的資格就長 然後替換力相對就減少 對弱勢組織 就是等於他 大概有 如果持續這樣子的話 大概有 同一個人就有10年的保障 那當然這一部分的話 未來 就是說如果在下一屆的時候 如果有這種情況的話 在下一屆就10年了 10年了 你可能已經高升院長了 剛才叫你次長 還對你客氣 沒有 這個部分 10年以後 我不曉得說 能不能再解決這件事情 我 本席是認為說 看看有沒有什麼樣的機制 因為這10年太長了 然後你要了解 外面有大概70幾個%的弱勢 是沒有辦法參與的 是 我想 署長你這個部分要多用心 你這個部分在 在打詢的時候 都有一些吐氣 我們這樣子 我們回去以後 我們再了解一下 看看這個 有沒有可能 次長這個部分 這個問題你要用心一點 這個是10年的時間 本席沒有任何的想法 只是說 這個這麼長的時間裡面 外面還有70幾個%的弱勢 對 這是這個部分 當然能夠照顧到 大部分的弱勢團體是最好 好 那另外就是那個各縣市 用在那個 待用的應用的部分 大概平均有大概 200億 因為從 104年 第四季大概 150到 105年大概 平均 大概都有200億 那這有兩種現象 是不是說 難道說 所需要做的社會福利變少了 不需要執行的 還是說 需要做的社會福利並沒有變少 而各縣市的地方執行的是一個不利的 這個部分 是不是也請次長說明一下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公益財建分配到 營餘分配到地方以後 它有它限制性的用途 它也不能取代原有的公務預算的支出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它各縣市 如果它在自己的這個所謂的財源的規劃上面 那如果說它社會福利支出不足的時候 公務預算的社會福利支出不足的時候 它才可以去動用到這一步 我想你這位長照在找錢的時候 已經找得很辛苦了 那這一個部分如果是這麼長的一個時間 裡面執行不利 是不是要考慮說它的應用的方式 再做一個評估 這個部分 這個代應用數的比例 我們每年在年度考核的時候 我們也會作為一個指標 就是希望地方政府不要把這個營餘一直都放在那邊 市長你還沒有正面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說這麼多的營餘裡面 是不是考慮其他的應用的方向 就是剛才委員所提到的長照的 類似類似 我只是在類似的這個部分 因為你執行不利還有那麼多錢 那那麼多錢你已經找得很辛苦了 你為什麼就是說在執行不利的部分 不會去考慮這個方向 因為衛福部對這部分的有一定的這個所謂的 我是舉例而已 我是舉例而已 營餘的這個自用方式 它的項目 所以這部分我想是不是衛福部這邊做一個說明 沒關係不用說明 就是說我是舉例說 這一些剩餘執行不利的部分 是不是考慮其他方向的執行 好 另外另外好 另外再下來就是有關於那個 財政部主管的那個中央統籌分配稅這個部分 對 在2017年編列的是2460億左右 對 那採健營的部分是200億 大概佔了這個比例大概8個% 那當然在上一個問題裡面提到執行不利的情況 那這個執行不利未來在監督方面 是不是要怎麼樣的去落實 這個部分我們會再跟衛福部這邊說進一步 因為剛才跟委員報告 就是這個採健營分配到地方政府以後 它有特定的項目才可以使用 那如果它經費不足的時候 公務預算經費不足的時候 才可以動用到這一部分 那也不能隨便動用 所以在這種情況下 當然我們每年度的年度考核的時候 我們會把它納入這個指標來 那未來怎麼去改善 我想我們會再跟衛福部這邊 這個部分我希望你 上面的那個題目跟這個題目是連貫的 所以你應該是充分的去前面的去檢討一下 那再下來談一下回饋金的部分 我覺得那個回饋金的委員會 在審查的時候似乎是散財同職 就是說只要來申請的大概100%都通過 從那個104年、105年、106年 其中只有105年 他大概因為市立法院的刪減預算的關係 所以要不然也是100%通過 那當然我有看到你那個竹聯的預算 有一點就是慢慢的在降低 到106年大概9千多萬 那這個部分是不是都沒有審查 反正你來申請就通過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次長說明一下 這個部分未來我們基本上第一個 因為他分配到衛福部還有這個 緣民會還有這個勞動部這邊 還有財政部這邊 那未來在這一部分的話 我們剛才我們也幾位委員提到 未來就是回饋金的使用要法制化 所以法制化以後我們在審查方面就會 我想這個部分你106年已經執行了 如果往後你在這樣的話 本席會考慮 刪減你的預算一半以上 因為你這個部分幾乎都沒有透過任何的 感覺沒有任何的審查的一個機制 所以未來法制化以後 我們會採取比較嚴格的這個審查機制 另外有關於那個人頭的部分 那主席再給我一點時間 有關於那個經銷商人頭的部分 跟社會的期待的落差感覺差很多 因為這裡面有提到就是申雇的部分 或者是志願放棄的部分 大概佔了55個Percent左右 在大概幾百家裡面 但是其他真正的人頭的部分 你在機查當然你會講說 在六個月機查四次 那不在的情況下要去撤銷 但是實際上 這一些那個經銷商是一間比一間大 那那個請的那個看 就是賣採件的這一些小姐或先生 規模越來越大 這個部分感覺跟社會上的一個落差相當的大 未來是不是說你的機查的人員 或者是這一些機查的機制 必須要做一些考量 是當然這個人頭的部分是不可避免 但是我們會盡量再跟這個所謂的台菜公司這邊 進一步來 就建置一個比較嚴謹的這個查核程序 這個部分跟社會期待是有落差的 既然你要照顧弱勢群組的話 那你就是要真正的落實這種查核的機制 讓地補的人或者是能夠參與的人能更多 好不好 是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市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費洪泰委員質詢 好 謝謝主席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午安 主席幫我請一下財政部跟衛福部兩位次長 蘇次長跟蔡次長 蘇次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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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題目 今天的專案報這個題目 對財政部沒有什麼意見 目前也沒有人跟我說 這個有什麼弊案 但是我對衛福部 有一點點意見 就是在你們衛福部裡面的報告 你們這個用途 這個蔡次長 這個用途 是用於補助你們部本部 地方政府跟民間團體 這個辦各種什麼活動 這裡面 平常一講 這個當然就隨著主政者的主觀的意思來做了 這點我是覺得資料還是要把它公開 所以我送給兩位次長八個字 做這些事情 叫資訊公開 擴大參與 好不好 把它攤在陽光下 我相信大家就不為什麼願意 這個蔡次長 先暫時請回 這個蔡次長請教幾個 跟今天題目不是有太多的相關 但是跟你的業務相關 也是大家所關心的 我們也知道你是國安基金的操盤手 就是這個執行秘書 最近的量 我們股市量真的不好 今天好像預估最多到600億 前兩天還不到500億 你是怎麼看這個問題 如何 因為當然這不是你的業務 但是證交稅 最後還是牽涉到我們國庫的收入 對不對 你也負責股市的穩定 你也負責我們八家關股銀行 它的營收的問題 如何 我今天不想談證交稅、證鎖稅 我覺得證交稅、證鎖稅的問題 最好暫時先冰凍一段時間 因為前幾年你還沒到行政團隊裡面 我們在財委會為這兩個問題 爭辯得太久了 所以我建議這個證交、證鎖稅 應該暫時冰凍一段時間 是 那針對我們的互盤 跟我們的交易量 這兩個問題 我想就教於你的專業 如何讓我們的交易量上升 第二個互盤 我一直 我教書到現在那麼多年 我的是自由學派的看法 我覺得我們盡量不要伸手去互盤 除非國際的局勢 一個很重大的改變 碰到 美國的股市也是 我碰到很重大的時候 才暫停交易而已 國家也不會伸一隻手到裡面去 因為伸手到裡面去 最後對股市我是覺得 應該不是好正面的成長 不是正面的看法 那請教一下 你在什麼時候決定要互盤 你如何要把這個交易量把它提高 跟委員報告 交易量的部分基本上 我的了解 那基本上這個是有它結果性的因素存在 所以也不是說國安基金 或是任何一個基金進去互盤 就能夠持續下去的一個事情 所以這個部分當然是 我想金管會那邊 或是台灣證監交易所這邊 應該有他們的想法 那至於這個指數的部分的話 就是國際經濟情勢 突然重大的轉變 造成國內的這個所謂金融秩序 有點混亂了 所以當然這個是 國安基金要進場的一個前提 但是我要誠實的跟委員報告 國安基金即使要進場 也要先召開臨時委員會 由委員 國安基金的委員 依據 這個國安基金 他進場的這個 這個條件 我先請教一下市長 現在 今天好了 現在是處於 你可以去執行進場 或者 不可以執行進場的狀態 我想這個 短暫性的這個變化 所以我 剛才在 盧秀燕委員在執行的時候 我也說這個是 我們持續觀察 但是 不是 講實話 你可以回答就回答 不能回答我也不免想 今天 是你可以授權可以進場 或者是沒有授權 不能進場 今天我沒有授權 都是不能進場 OK 好 我還是建議 因為經濟 股市是經濟的櫥窗 全世界的現在 全世界的國家 大概交易量都不太好 是 這是世界的問題 台灣又是世界的一小部分 我是覺得 量要好 不在財政部 金管會可能有一點點 主要還在經濟部 在交通部 經濟成長自然就好了 當大家看到 股市一定是看一個 Future 我未來好 我可以獲利 那當然大家要進入 未來的前景不好 或者是不知道 uncertainty 那當然大家就猶豫了吧 是 道理就那麼簡單 所以我是覺得 互盤的量 次數盡量減少 好嗎 我想你身為一個學者 應該會 從食物跟理論 大家都看得多了 我是覺得 互盤互太久了 最後 沒有效果 好嗎 這個我們會謹慎 我們來請衛福部的 蔡市長也上來 請教你們兩個一個問題 我想先請教一下蔡市長 請問一下 我們現在的健保費 你覺得是費用呢還是稅 這中間有 要很明確地回答 你不要告訴我 一半一半 36%是政府出的 我在問你什麼東西啊 你聽懂了沒有 我說我們健保費的性質 是稅呢 你後面不要回答了 還是費用 如果你不知道 就說不知道 應該是費用 那個 蘇市長 從學者的角度 食物的角度來看 我們 請教一下 你覺得了 我們健保所繳的錢 應該是 屬於費用的部分呢 還是屬於稅的一部分 從學理上來講 因為健保 它是一個 社會保險的保費 所以它是指定用途 是一種 一種捐 是一種 是一種什麼 捐 捐 你要講話小心點 捐的話 如果是稅捐 就是要你們來收樓 這不一定 什麼不一定 我跟你講 我們一代健保 二代健保 本人在立法院那麼多年 這個辯論了很久 之所以有二代健保 變成補充保費 主要的原因 就是到底是稅還是費 如果當時的 那時候 還是衛生署的時代 他們說 請國稅 五區國稅局幫忙收 當時的財政部的 所有的 大家的看法是 因為我不是稅 我不能幫你代收 所以我來請教你 你現在 除了學者之後 你還是財政部的次長 你覺得 我們現在 健保所交的錢 你覺得是費 費用 還是稅收 他的費用的性質比較高 我跟你講 這個就是 我為什麼會問這個問題 尤其衛福部 你們要去講清楚 你們又 昨天有人問到你們 第三代健保 你們開始規劃 如果是稅的話 很簡單 不需要那麼麻煩 我把中所稅裡面 加一個比例就好了 多麼簡單 就好像我們 就好像我們 我們在證券市場 那個證交稅 券商幫你收完了 直接進國庫了 對國家而言 我的基金成本是零 你們今天是健保費 是費用 我先講這個觀念 我研究很多 雖然我不是公衛的專家 但是我研究很多 如果說是健保 是費用的話 比到商業保險 那是 那是背上一個風險的觀念 對不對 如果是稅的話 那是背上國家的 一個福利的觀念 雖然你們是衛生福利部 都在你們那裡 可是這兩個觀念 是不一樣的 如果說是稅的話 財政部可以幫你們收 你們的基金成本也很簡單 那也是零 現在你們的基金成本 還是有一些 如果變成 變成是 跟稅連結在一起的話 財政部如果不幫你們收 你們就要成立各個地方 類似國稅局的辦公室 那基金成本會增加很多很多 所以我請 市長 你是不是主管這個業務 蛤 對 我是主管這個業務 主持人 我時間還沒到 你站起來給我壓力不好 請坐 你對待別人 要跟對待我一樣 不要有雙重標準 我請教一下 你是主管這個業務嗎 是 那請問你 三代健保 你們要朝稅 還是朝 費用 我們並沒有講 三代健保 這個名詞 我們現在講的是 二代健保 要去做一些修正 那我們也請 修正是朝稅 還是朝費用 都有 都有 不能 不能都有 這個 在實務上 你都有的話 到底是 三七分 四六分 五五分 二八分 我跟你講這個東西 會有問題 我講的都有 因為你先生的很多行政上的問題 麻煩你們講話 這樣好不好 你們如果要講到稅的這方面問題 請你們先去徵詢一下財政部 好嗎 好 好 謝謝 謝謝 會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陳賴樹梅委員 好 在陳賴樹梅委員諮詢之前 先做一下宣告 今天中午我們不休息 會議繼續進行到今天的議程結束為止 11點50分請工作人員發送便當 好 陳賴委員請 主席 我想請我們的財政次長 另外呢我們的 衛生福利部常務次長也準備 以及我們的 中央健 以及我們的勞動部署長 勞動力發展署署長 還有我們的原住民副主委 一萬副主委 先在旁邊等一下 因為時間上 他等一下會來不及 好 那次長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公益財券的盈餘狀況 跟回收金的回饋金的一個使用 因為他主要就是照顧我們 需要照顧到的弱勢 所以呢他的執行的績效跟效率 是非常重要的 您認同嗎 對當然 那按照我們財政部 今年6月 所發的新聞稿 我看標題上面寫著 公益財券回饋金 運用效果加 對於社會福利甚有助益 所以呢 財政部認為 我們公益財券的回饋金的使用的效果 相當的好是嗎 是 你自我感覺非常好 但是本席 調查了100到103年 這4年以來 關於衛福部勞動部 以及原民會的公益財券回饋金 回饋金的使用狀況 那我是覺得 他使用的狀況 一年比一年差 為什麼會這麼說呢 我們來看一下 100到103年 看一下 衛福部公益財券回饋金 執行計畫一欄表 仔細看喔 100年 我們按照 核定的建數 1015 良好建數866 佔總建數比例是85% 就是說 何為良好的情況 到 你看一下 到101年是77% 102年是73% 到103年剩下67% 所以呢 它可以說是逐年的下降 那你怎麼會說是 它執行率非常的好呢 那這個部分 是不是請我們的衛福部 這邊可以做一個答覆 這個原因是什麼 衛福部 動作快一點好嗎 好 基本上呢 應該是說 以回饋金的一個 整個執行率來講 應該是有達到90%以上 那因為呢 在整個一個年度裡面呢 它最近以來呢 這個建數 申請的建數呢 是大概都是在1500件左右 那我們核定的呢 大概就是1100件 所以其實在這個核定上面呢 應該也是有一些的處理 那另外因為每個案件 好 您剛剛的報告 就以剛剛的圖表來看 它的確是下降的 就是核定為良好的數量是下降的 是不是 應該是說 他看當年度 他的申請建數 然後再來看核定的建數 不一定是有這樣的一個 就是可能都是息值在下降 譬如說 103年他申請建數是1466 但是104年他就升為1525 對啊這些這些申請的我知道啊 但是你核定良好的數字 的確就是按照我們的比例在下降啊 所以這個部分也請你帶回去 好好的檢討一下 那另外齁 勞動部齁我看齁也半斤八兩 您看一下勞動部這邊 100年的時候 良好的建數按總建數76.4% 到101年64% 102年56.8% 103年好一點73.4% 但是按照我們的比例來講也是下降的 勞動部為什麼會這樣子 報告委員 因為提案的單位他們提的計畫 在我們的審查之後 事實上是有相當的部分是沒有審查通過 所以就會影響到這個整個的執行情況 所以這個部分還有很大的改善跟努力空間 我們已經提了一些的經濟做法 好 那另外呢圓民這邊 您看一下圓民會公益彩券回歸金執行計畫 100年的時候18.4% 101 15.4% 到102 26% 雖然103年有75% 可是前面幾年你看一下 這比例是很偏低的 為什麼會這樣子的情形呢 委員 跟委員報告 因為我們每一年的情況不太一樣 那大概平均大概是在85到90之間 執行率 那有一年比較不好的是在104年 因為聽說那個時候就是評鑑上比較嚴謹 所以比較難過得比較多 那我現在要回歸 請我們的次長 裁閱了這些公益彩券回歸金的執行跡象 那這每年20多億 次長 每年20多億的公益彩券的回歸金 剛剛看到這些數字 所以本行是認為跟您講的那種執行良好 還有一段的距離 所以這個希望 我們政府能夠加強的輔導跟監督 不要讓我們政府這個回歸金的美意而辜負了 另外其他的各部會可以先回去 我想現在請次長 次長了解我們公益彩券 有關於查核不實這個問題 已經由來很久了 對嗎 是 好那我想請問一下 公益彩券成立到現在已經幾年了 從2018 也可以請我們的署長來答覆一下也可以 2008年開始 國庫署署長 從民國88年開始 88年到現在幾年了 現在應該是 18年了對不對 好在這18年當中 我看了一下 調查一下資料 次長我告訴你喔 僅辦理了13次的實地查核 您覺得這樣子的查核次數會不會太少了 這個當然次數會相對比較少 不過我們也知道這個情況 所以未來我們會加強 會加強 對 我看了一下等於是一年平均不到一次 所以這樣子是不及格的 是不對的 實地查核的部分是101年才開始 101年開始 對 好 那另外這半年來 我請請問一下 我們電腦型 因為我知道查核也有可以委託我們的發行機構 這半年來 次長您知道台 那個台彩公司對於電腦型大樂透的經銷商 被取消資格的人數總共有37個 而立即行刮刮樂的 遭到取消查核以後 被取消的人數是1373 這1373當中 非本人親自銷售的比例最高 總共有1190位 佔了總見數的86.7 這樣的比例 是不是說明了 我們這個公益彩券的經銷商裡面的人頭戶的情形相對的是比較嚴重的 那本期請問 對於這些人頭戶的部分 我們如何在未來能夠加強這個部分的查核 因為你們如果查核不實 我們就沒辦法當時我們的利益是為了要照顧這些 需要照顧這些弱勢的一個族群 這些弱勢的族群反而沒有照顧到 反而變相的圖利一些不需要被照顧的人 您認為這個部分我們未來要如何的監督來查核實地的來了解這些狀況 謝謝委員 第一方面 第一個我們會要求台材公司在這一部分加強 那另外一部分呢 未來我們也在思考了 是不是有可能跟地方政府來結合 對於這個所謂的 因為財政部說實在 國庫署的人力是有限 所以在查核上面當然都沒有辦法那麼密集 但是未來如果有可能的話 那你未來也可以結合我們地方政府啊 對 跟我們的衛生單位也可以結合啊 對 未來我們也許如果可以的話 在法規上可以的 我們會結合地方政府來做這件事情 好 另外呢 針對我們國庫署編列2500萬廣告行銷 我很納悶 因為署長告訴我說 為了最近的我們的樂透彩 還有我們的行銷付加 生意一落千丈 所以呢 要做廣告 我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是我們國庫署要編2500萬的經費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廣告 我一直很納悶 那公益彩券發行那麼多了 我想全台灣沒有人不知道公益彩券是要做什麼的 大家會買這些公益彩券的人也已經知道要買公益彩券 那不買的人還是不買 你認為做廣告就可以刺激這些不買的人去買嗎 以次長您的角度您所了解的 您認為做這個有這個必要性變這樣的預算嗎 這個2500萬主要是針對公益形象的廣告 我現在講的是公益形象 那你要做這個公益形象的廣告 要形象廣告誰呢 是我們財政部嗎 還是台財公司呢 還是哪一個單位 還是我們政府 主要是彩券的本身 彩券的本身 彩券的本身就已經是公益 已經剛剛已經講有18年了 那這個我想沒有人不知道公益彩券是要做什麼的吧 這還需要做廣告嗎 那既然我們的那個生意不好 用了廣告生意就會變好嗎 那為什麼不是台財公司自己來編經費做廣告 而是我們國庫署編經費來做廣告呢 我就是很不明白這個道理 你可以告訴我嗎 是這一部分的話 未來我們會在基於部來檢討 因為整個 因為在前兩年 那我們財政部本來就是要開園結留宿 我們重要的工作啊 那我們自己怎麼可以編一個預算 說要做形象廣告 我聽了都覺得很好笑 好不好 這個部分我想呢 錢都要用在搭口上 因為2500萬 我會覺得是說 生意不好 那你可以想像 為什麼會生意不好 是整個經濟面的問題嗎 而不是我們做了廣告經濟就會好 更何況是我們國庫署編的經費 已經有18年來 兩年沒有編這個經費了嘛 對不對 那今年編這個經費 你實在要應該好好跟我們報告說明清楚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謝謝陳賴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羅明財委員質詢 羅明財委員請 羅明財委員請 蔡市長 蔡市長你好 委員好 這個所有的公益採券啊 大概有多少的金額 那是分開了以後 由你們來監督管理的 現在有 為不顧這邊啦 是稅啦 是捐啦 有時候大家實在搞不清楚 健保補充保費2% 也是你們在控管嗎 對那個都直接就進到健保的那個基金裡面 為什麼是2%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 有收取健保補充 補充保費2%的國家 這個應該是在 二代健保的時候 修法的時候 法上面定的 那民眾都覺得你們搶取好多啊 全世界有哪一個國家 有收取 健保補充保費2% 北韓嗎 目前應該是沒有 都沒有 目前沒有 那你為什麼巧立明目 會獨創一個這樣子 這個是不是應該廢除啊 我看到現在這個整個股市啊 交一量啊 因為你們做梗啊 然後林泉林院長也講啦 他說希望量可以到1000億啊 你知道現在的日均量大概多少 市長知道嗎 你們收錢你們也不知道啊 600億吧 日均量啊 一致一再的破底啊 這兩天創新低 是500億 以前都1000多億 2000億 是常態 這國家的這個 經濟市場的制度 被你們搞了 亂七八糟 股票沒人買 而且連彩券也沒有人要買了 你告訴我是為什麼 因為大家不要上當了嘛 請市長問一下 你這個買一張所謂的公益財券 你們給他扣了多少錢 就派財來說啦 假設100塊 中獎的人 他大概可以領多少錢 這個如果超過2000塊的話 市長要你要那個回答 超過2000塊的話 是20%的稅率啦 20%的 對 扣角 就很扣角 對 那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所謂的公益財券啊 這累積快20年來啊 究竟有沒有研究過 受傷害的是哪一群 不要說公益啦 公益你平常都可以做公益啊 買彩券之名在行公益 那個就是齁 有一點齁 沒拿鹹洗口 然後有一點脫夾帶 你要做公益你直接就可以捐啊 有很多什麼陽光基金啊 還有一些需要的基金 都是在做公益的啊 那 你這個結構上面喔 有沒有發現 長期以來啊 是在剝削社會的哪一個階層 我想請教一下啊 現場有經常性的買彩券的 請舉手 所謂經常的定義就是 一個月 一個禮拜買一張好了 請問 現場有誰 經常性的買彩券的 一個啊 因為你是那個 看一下是哪一位 因為你是 中國信託 採券中心 台灣採券公司的總經理嘛 所以 你當然身先士足 你要帶動啊 全部你看看喔 包括記者沒人買啊 我以前也曾經買過 有人報告我是每個禮拜都買 你也買啊 對 我們那次長是蠻捧場的 有沒有中過 有啦 中幾塊錢 最高一千五 一千五 可能已經花了好幾萬 中個一千五啊 他這個是供應彩券 不是愛國啦 愛國是以前 以前是一個 愛國獎券是不是 現在還有沒有愛國獎券 沒有啊 現在沒有 其實這個喔 都是用一個名稱 然後吸引大家來買 買這個彩券 像我以前記得 以前愛國的彩券是 好像台灣銀行在發行啊 每個人都說 你愛不愛國 我不買好像弱人厚啊 會被人家指指點點說不愛國 想辦法都去買 買了半天 最後錢跑到哪裡也不知道 就好像這個公益彩券一樣 坦白講我也買過啊 我想說公益彩券 我看到公益這兩次啊 我就不弱人厚 看還大排長龍 我記得幾年喔 大排長龍 大家都想說做公益啊 絕對不可以丟臉啊 就趕快去買 可是買到最後發現喔 都不會中 我聽說喔 有很多的 媒介這樣子喔 因為幾期我也搞不清楚啦 因為現在變化多端啊 那這樣我們是不是請那個 執行副 第一個面的是誰啊 是中國信託還是台灣彩券公司 台灣彩券公司 那請台灣彩券公司 黃總好了 其他可以回喔 等一下次長要請你回一下 健保補充保費2%什麼時候要廢除啊 因為那個我們當初在二代健保的時候是那個擴大廢機 那但是現在其實我們已經把它降到1.91%了 另外就是 對那個一般的賞戶其實是不太科得到 你那個一年給人家收多少啊 那從股利裡面扣二代健保保費 大概400到450億 一年400多億啊 是是 那就很清楚的嘛 你就是在這個余池 沒有沒有 那是所有的補充保費 不是只有股利這部分 還包括 你從股市裡面扣的是多少 大概100多億 好 各位 換言之就是這個市場是不健全的 不健康的嘛 你每一年莫名其妙就從這裡面 然後扒了一層皮 那個叫做100億 那個已經扣幾年了 大概民國102年開始 102 那你就莫名其妙從這個市場上 你們已經撈了四五百億了 我奉勸你 你趕快跟上級討論的時候研究一下 因為這幾年的國家的稅收 每年都超增 去年超增1800億 前年超增1600億 大前年超增800億 錢都已經收那麼多了 照理說我們納稅義務人 都應該要聯名來申請說 國家收那麼多錢 你現在有錢要退稅 要退給我們 那昨天我問部長 部長說先不要退 後續再看看 但是我覺得 這個像現在 國家的這個稅收 已經超增那麼多了 健保補充保費2%部分 應該就要退掉 你們一直收收收 老百姓 感覺上就是學上加霜 連吃小火鍋都貴30塊 薪水都沒有漲 什麼東西責任不斷的增加 他叫我們去買公益彩券 也沒中過 請次長回去檢討一下 謝謝 大家請回 請那個 黃總經理 黃總經理 過去啊 財券行賣得還不錯 那聽說你上任了以後 也是 繳盡腦汁啊 連什麼豬哥亮啊 還有誰啊 全部都幫忙在POMO賣財券 去年度算起來跟去年 前年比起來啊 整個營銷上面 差了多少 少了多少 去年是公益彩券 從民國88年底以來 最高的一年 去年 去年1,376億 1,300多億 那1,300多億 大概 國庫收了多少 1,376億 按照公益英語是 大概有24到24 5之間 的一個 百分比 國庫吧 公益英語 公益英語 是的 2,001塊以上 才扣稅 好 那 為什麼今年度 會大幅的減少 跟去年的同期來比 現在是已經11月嘛 現在11月 就是1到11月份來比的話 為什麼 跟去年比起來 縮減了那麼多 少了 將近170億 對很多啊 這個最主要的原因 在今年的2月6號 發生了一個 台南6.4的大地震 那那段時間 大概報紙新聞都報到非常多 那我們在四宏四小年內 過沒幾天就是農曆新年 農曆新年這一段期間 一般都是採券這個產業 銷售最暢旺的一段時間 那我們碰到看到這種這個地震的狀況 所以我們把那個過年期間的這個廣告 把它拉下來 因為我們做的是公益彩券 所以我們不是要以盈利為目的 所以那段時間我們把這個公益彩券 過年期間加碼的廣告拉下來 你們幾年的促銷啊 都有一些代言人 是的 哪一個代言人最好 經濟上的反應是 諸葛亮跟林美秀 還有號角響起都不錯 那所以剛剛說有要廣告的經費啊 如果下一個要做的話 你覺得要找誰來做代言 包括委員 這兩種廣告是不一樣 我們做的是商業廣告 那財政部做的是形象廣告 不一樣 形象廣告它做的是有關公益彩券的這個社會福利 還有這個全民健保國民年金 這個其實兩難啦 因為在這個遊戲規則上 我覺得買家 事實上都是吃虧啦 那社會結構 買最多的就是一些柴契爾夫人 有時候是比較基層的 都很喜歡買 買了算一算 久了以後全部被抽光光 那所以兩面 一方面覺得替他們感到不捨 另外一面說 你們又有做點公益 又希望大家買 這兩者之間喔 實在要找一個平衡 我也希望說買彩券的人 不要因為你們的廣告 然後請家蕩產 那如果說行有餘力 多少買就好了啦 做一點其他的百分之幾的部分 是來做這個公益 我覺得適可而止也可以啦 所以希望你們廣告上面喔 這個拿捏啊恰到好處 是的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好 謝謝羅委員 接下來我們請黃偉哲委員 黃偉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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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黃偉哲委員不在 請林德福委員的質詢 黃偉哲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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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财政部以及衛福部 羽惲的列席官員 اللہ 是不是請那个衛福部 蔡次長 蔡次長請 蔡次長 我請教 因為我今天剛剛有看了一個媒體 這個流感疫苗 它是兩週到四週 才會產生足夠的保護力 本席認為說 因為我剛剛看了媒體上面在披露說 大概12月中旬 才會有流感疫苗 繼續進來 我想公會流感疫苗施打的對象 本來就是屬於高風險的對象 應該優先確保公會流感疫苗的來源 但是有關於流感智慧疫苗缺貨的事情 衛福部卻要以公會流感疫苗來戒掉 那衛福部是否可以保證 只要複合公會流感疫苗對象施打的都不會缺貨 因為我們今年是六百萬劑 那目前為止是施打了三百多萬劑 所以還有應該還有兩百多萬劑 所以說你認為應該不至於說會缺貨 應該是足夠的 因為我認為說像一些年長者 他們確實打流感疫苗 確實是有那個效果 那我一直認為說你要是說這個貨要是斷了缺了 然後你倒是十二月中旬 你要是有兩週到四週的這個 才能夠產生它的這個 等於是說保護力的話 那等於是將近過年了 我給他算一下時間 你要四週的話 一個月等於是就在過年期間了 所以說那個時間就變成拉得很長 那其實這個流感疫苗是每一年都要施打的 那站在衛福部的立場 你們是不是應該 應該你要是一開始量要大一點 不管是你這個工會的啦 甚至於智慧的 你要量大一點 但是到第二階段的時候 要看狀況再來繼續補嘛 你的看法呢 因為是因為今年的流感很嚴重 所以今年施打的人就特別多 所以我們就預估到 今年可能會施打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就是增加了一倍 總共兩倍的量進來台灣打 因為你這個流感 其實現在很多年長者 幾乎年年都會去打 那你一定要事前有做一些統計 讓這些年長者絕對是可以應付 這是衛福部的責任啦 那你們不能說沒有那些貨員進來 然後到時候一下這裡缺一下那裡缺 我認為這個不是根本解決之道 對 報告委員到目前為止是還沒有缺貨這個問題 沒有 是啊 沒有 好 我們希望說不能斷貨 來我請那個蘇次長 來那個財政部 那你請回好了 那個蘇次長 蘇次長 我請教 因為為合理分配 其應用公益採券的回饋金 那財政部定有公益回饋金的運用管理要點 那並設有公益採券這個回饋金運用 以及管理作業小組 那本席建議 比照食安的保護基金 這個管理監督小組的設置辦法 將社會公正人士列聘為選聘的對象 其中小組成員任何一個性別 不得少於委員的三分之一 那蘇次長你有什麼看法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幾位委員 也對這個公益採券回饋金的使用 有一些意見 所以目前部裡面的方向 大概就是說 未來對公益採券回饋金的部分 它的運用的部分 是不是要法制化 那我們會朝法制化的方向來調整 不是說你這個監督小組裡面 社會公正人士選聘的對象 不管男的女的任何一個性別 都最少不得少三分之一 財政部有什麼看法 這個部分如果說未來法制化以後 也許我們就會併同營餘的運用管理監督委員會 去進行這個 因為公益採券發行條例 從97年修正以後 到現在已經八年完全沒有修正 沒有修法 那財政部晉級裡面 會不會考慮對公益採券發行條例提出 行政院的版本來有這些修法的計畫 有沒有 發行條例的部分 未來就是我們會針對公益採券回饋金的部分入法 所以這一部分我們會 我認為你既然要修 要做 你就是過去這段時間的RUN 你本身要是認為哪裡有一些缺失 本來就應該要去做一些修一些條的做法 讓它能夠更落實 你有沒有什麼看法 那這一部分的話 我想我們會帶回去這個了解 那如果說有需要修正的地方 我們會提到大會這邊來 蘇市長 因為從104年度起 第四屆這個公益採券回饋金 總計27億元 但是目前公益採券回饋金 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 第九點回饋金尚未修訂 那新台幣20億8680萬 那財政部尚未修正第九點分配公式 它到底存在的原因是何在 這什麼時候修正的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我們在103年的時候已經修正了 所以原先的回饋金是新台幣 20億8680萬 680萬嘛 對 那應該按照下列公式來分配嘛 那但是這邊還有一個是超過的部分 供衛生福利部以收支並列方式 辦理新興社會福利支出 所以這個20億是基本的 20多億是基本的 那我們現在每年27億是多了這個7億 是由衛生福利部以收支並列的方式 辦理新興的社會福利支出 所以多了7億是給衛生福利部 給衛福部 對 那這個我再請教 因為105年度9月公益採券 盈餘以去年相比 衰退了42.02% 那盈餘減少了12億 105年度公益採券盈餘 截止到現在為止 盈餘分配 分配數累積 約為188億元 那請問財政 那個請問蘇市長 105年剩下兩個月 依財政部推估105年度公益 盈餘 是否有機會 超過104年度的335億 按照目前的銷售情況是不太可能 不可能 那為什麼落差那麼大 我想剛才台彩公司有稍微報告過 一方面是因為今年年初過年的時候 這個有一個大地震造成的影響 那另外一方面是因為 今年大概幾次的 比如說威力採或是大樂托等等採券 沒有累積到 這個多棋未種的一個情況 去年會那麼多 最主要一個原因就是 有幾個採券 威力採或大樂托 它是累積到好幾棋都沒有種 那麼炒熱的那個買氣 所以這個金額 銷售金額是提升 蘇市長 對 那對於這個疫苗基金 以國民年金的挹注 是否會產生一些衝擊跟影響 因為你落差那麼大 這個部分可能 那個 蔡市長是不是也來做個說明 好不好 因為 你這個 減少了42.02% 那當然他對於 疫苗基金 那國民年金的挹注 一定會有連動 會有影響 產生衝擊 蔡市長你看 確實是會減少 那減少 那怎麼去彌補這個缺口 通常我們 我們這個就只好從公務預算來補 公務預算補足 所以說你本來公務預算就有準備 要是 這個多的就腳褲 那不夠的就是 就是用公務預算來彌補 我們就不足的就有公務預算 不過我們通常是 第二年會回來撥補前一年不足的數目 所以說你第二年才能夠來撥補 來做處理 是不是 好那你請回 那個 蘇市長我再請教 因為媒體報導 被當人頭的這些 弱勢族群 甚至因有彩券收益而被取消的社會補助 還要繳納因彩券收入隨之而來的 營業稅和所得稅 那請問蘇市長 自從公益彩券發行以來 對於人頭戶積查的成果 到底到現在成果如何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請那個國庫署這邊來 好啊 可以啊 這些人頭戶啊 那稅查的成果如何 跟委員包括 目前就是說 人頭戶很難去認定 那查人頭戶是財政部在查 還是台財公司在查 台財也請台財上來好不好 因為我們要了解到底有多少人頭戶 人頭戶其實 他不但被取消社會補助 甚至於他要繳營業稅所得稅等等 我想這些有連動嘛 那本期是想了解說到底 這個 這些人頭戶到底查了有查多少 這應該馬上就清楚馬上就了解了 台財公司 台財公司 報告委員 就是那個 今年我們這個從這一屆 第四屆 我們兩年九個月 我們分別取消了這個電腦型的44位 跟我們的立即型的是一千兩百 一萬兩千四百三十四位 立即型的就是 他是用人頭馬上把它取消掉 對因為這樣講 因為我們電腦型我們目前是五千五千七百三十四位經銷商 那我們的立即型的這個經銷商大概有四萬七千多個人 四萬七千有一萬多 一萬多個 對 本來是五萬多個人的啦 那你說有四十幾位是 那是電腦型的 電腦型的 對電腦型的 我這樣講好了 我們的電腦型的這個經銷商 我們所謂的人頭 事實上每一位經銷商他都是依照這個一個 這個我們這個一個領選的辦法 而且我們的這個 他要當任我們的經銷商都有一些規範 他們都是用很正常的這個很公平的一個一個 申請的方式去申請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就說 他是正當的在營業 那我們只有說我們每年其實我們每個月其實有兩次的這個查核 其實我們台彩是非常嚴謹的 去查核他 事實上我們能怎麼樣去認定他是人頭 他如果是合法去申請的話 我們不能隨便去認定他是人頭 除非他去轉讓 或者說他就是委託其他的這個方式 他要有跟人家有一個協議 說他們是轉讓的一個轉讓書 我要能看到那個東西我才能認定他是違法的 我是認為這個要嚴謹啦 為什麼 因為有的這些當人頭戶 這些一般都是比較弱勢 那甚至於有一些利用這些弱勢 到最後他的這個社會補助也取消 甚至於他要負擔啊 營業稅所得稅等等 衍生的一些後遺症跟問題啊 所以說我認為說在這個查核上面 我們是當然我們不贊同用人頭物 但是一定要嚴謹 是 好不好 謝謝 謝謝林委員 我想 蔡市長林委員的質詢要誠實回答 國保不足的這個部分 事實上你們是跟基金借資啊 不是用公務預算撥補 這兩年都是這個樣的情況 對 所以回答委員質詢要誠實 接下來我們請徐正衛委員質詢 徐正衛委員質詢 徐正衛委員請 我們公采的成立的目的呢 大概是什麼目的啊 第一個是 依住社會福利的裁員 那另外一方面 就是說希望能夠透過這樣一個 這個機制 能夠彌補照顧一些弱勢的團體 所以照顧弱勢團體嘛 所以其實我們公采在這個身份的 這個定定上是非常的嚴謹的嘛 是不是 所以我們有四個方向是可以來申請 這個我們公采投注站的 對不對 好 那這個四個方向就是我們的生障者 還有我們的單親中低收 以及我們的原住民 是這樣嗎 是 好 那這個資料我不曉得你有看到嗎 公采 我們這個原住民的我們這個協會啊 他說這個我們的經銷商只有15% 這個部分本席在這裡喔 可能要稍微我們來講一下 其實對這四個身份別來說 即便是他抽中了我們的經銷商成為我們的經銷商 但是在之前的開辦費的籌這個籌資金的時候 其實他是有困難度的 這個我想我們次長您這邊很清楚吧 當然 當然 所以如果我們以一個單親來說 您要他 從我們這個 從我們的設備開始 我們開辦的費用 還有我們的租金押金 以及我們的保證金 這個部分 這個 浪不浪噹 加起來 四五十萬 跑不掉 所以 以一個 弱勢 還有單親 您要他拿五十萬來做經銷商 可能很困難 所以才會有人頭戶的產生 是不是這樣 我想這個部分 對於這個所謂抽中以後 然後他要可能這個 轉讓 整個那個 比如說這個營業祭典的這個裝修 或是 當然是有一些資金的需求 好 那目前為止 我跟委員報告 我們有一些優待嗎 還是有什麼方式 我們大概就是 就是說 可以透過這個 創業資金的需求 可以透過勞動部 或地方政府相關的這個協制機制 來提供資金的 但是這個機制其實 有時候申請上是非常非常困難的 大概有兩個部分 一部分是勞動部推出的 微型創業貸款 那對於婦女或中高齡的國民 最高呢 可以申請 這個辦法 本席都知道 只是其實他真的在貸款的同時 其實是困難的 所以您真的要落實到照顧 照顧我們弱勢的族群 這四個四種種類別的話 其實是真的很困難 所以在這裡 我們財政部這邊 是不是提供一個 怎麼樣的方式 是便明的方式 他今天抽中了 他在期限內就可以籌資完成 讓他安生立命 終於有一個工作可以做 也有一個固定的收入 在這裡可不可以提供一個方法 好嗎 您給本席書面就好 好不好 是我們回去再 再研究一下 因為我想這個是從我們工採 我們台採成立以來 每一年都有這個問題 尤其在轉換的時候都有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部分是一個大問題 也是需要代解的問題 另外有關於我們這個盈餘的部分 盈餘的部分我們現在 我們看看 我們現在給的這個地方政府 百分之五十 那在百分之五十裡面 又有百分之十五 是平均分給所有的直轄縣轄市 對不對 讓那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 再讓民間業者或地方政府來申請 是不是 盈餘分配的部分 應該是百 盈餘 都是給地方 我們看這個圖片 請 跟委員說明 目前工採盈餘的分配 大概基本上就是百分之十五 是按照公司分配 公司分配 那另外百分之十五 按照這個銷售額來分配 那另外呢 百分之六十那部分 按照這個四種的 六種的人口指標 每一個指標都百分之十來算 因為我們在盈餘分配裡面 我們說用人口數 還有用銷售 銷售數來分配 但是我們以花東兩線來說 人口數少 那我們的銷售額一定少 它是一個因果關係 所以您以這兩樣為指標 來分配給這個地方政府 其實真的是不公平 所以在偏鄉地區 花東兩線的部分 是不是我們在這個指標上 機制上 是不是可以給花東兩線 更大的注意 因為其實我們財政部最知道 在統籌分配款裡面 花東兩線 基本上非常非常的少 非常的少 所以如果在這個部分 是多的部分 我們真的是需要 中央以及我們這個回饋金的部分 能夠來增加益助 可以嗎 你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指標裡面 除了人口還有銷售之外 事實上還有肉食團體 那如果偏鄉的地方 那肉食團體人口多的話 比例多的話 相對它受到分配的金額 也會相對提高 好 沒關係 那我們這樣說 那您花東兩線 您這樣子怎麼 您給花東兩線 一年大概多少呢 這個我們再查一下吧 現在可以給資料嗎 在找資料的過程當中 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剛才講的所謂人口數 不是一般的人口數 是比如說像老年 或者是身障的 或者是兒童的 這就是屬於比較弱勢的這些 人口數的 這三方面的比例是吧 對對對 就是六種都是弱勢的 好 沒關係 那您待會再補上 好 另外有關於我們現在的這個回饋金的部分 我們有關於回饋金 剛才是淫餘的部分 現在是回饋金的部分 我們現在回饋金的部分 是執行我們的這個 和我們的公務預算 還有回饋金是分開執行的嘛 是不是 所以在回饋金的部分 我們有四個單位 是有使用這回饋金 在這個我們報告裡面是 我們財政部 勞動部 還有我們原民會 以及我們的衛福部 好 那請問這四個單位 各是多少錢 因為你現在回饋金是固定的嘛 這四個單位 他們是有一個比例的 有一個比例 對 有怎麼樣的比例 可不可以直接告訴我就好 基本上都是大概 大概衛福部最多 衛福部像天主來講比較多 它是加起來應該是21億多 比例 比例是吧 沒關係 衛福部21億多 然後呢 我們的這個 原民會是3億8 對 勞動部呢 勞動部600萬 勞動部600萬 對對對 財政部 對對 財政部 財政部是一億 一億兩千 好 現在我們這個回饋金的部分 我們 之後我們就會變成 請問我們政府的申請 和民間的申請 它的審查機制在哪裡 因為你散播到各個 各個部會去了 各個部會去了 四個部 其他三個部會去了 那你有沒有審查的機制 有沒有 我們有一個 這個小組負責審查 有一個小組負責審查 對 在這兩年裡面 台東縣政府和花蓮縣政府 我們在回饋金的部分 跟這個 我們衛福部或者是原民會 我們在申請的時候 常常會卡關 尤其是 我們真的要 在這裡為東部的這個 鄉親來發聲 以及這個東部的地方政府來發聲 除了固定的裁員之外 外能夠增加的裁員 地方政府是 責無旁貸的 能盡量申請就盡量申請 因為是照顧到 全縣的鄉親 但是 在我們的審核的標準裡面 到底它的機制是怎麼樣 是 主事人對這個 這個方案有意見 還是對這個縣政府有意見 就不給 所以在這個機制裡面 我們是不是這四個單位 以及我們 主導我們的財政部 是不是可以有一個監督小組 來監督這其他的部會 來做這件事情呢 來運用這個 這個我們的回饋金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這個 每一個部會 就是說 各單位提出來以後 經過每一個部會 每一個部會 他都有一個自己的這個 這個小組在審核 然後再送到財政部這邊 來做副審 所以這個過程當中 各部會他也會有 他自己的審核標準 所以本席的意思就是 各部會的審核標準 不一定這麼準確 那我們在財政部裡面 因為這是您的夜管 是不是在財政部這邊 您最知道 地方政府的財政的問題 所以是不是在 對我們回饋金的部分 還有剛才我們盈餘的部分 是不是可以給我們這個 財政困難艱困的縣市 更大的善意 可以釋出更大的善意 更多的協助 可以嗎 市長 這個部分我想 我們會做一個通盤考量 因為所有的分配比例 是各縣市 同意以後才決定的 這個分配比例 所以 這個分配比例是 我們剛才講的是 盈餘的部分 現在是回饋金監督的機制 還有執行的機制 對 那我可以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如果 各縣市首提的計畫 非常好的話 大部分都是會通過的 那我想 這個部分 就是說 如果他能夠提一個 比較好的計畫 那我們在審核小組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都不會去 能夠確實做到 但基本上我們都會 還是請財政部 真的在我們審核以及監督的機制上 下一下功夫 還有本期還是順著剛才我們 林德福委員提的 有關於我們人頭的 人頭護人頭站這個部分 真的要好好的清查 一年兩次其實 因為很多都是外地人 來這個集合 但是啊 常常有民眾會反映說 這一家彩券行啊 同一個老闆已經十幾年了 但是 他基本上就不是身心障礙者 他基本上 就不是低收 也不是擔心 他的身份別根本就不符合 可是呢 檢舉了你們一樣啊 他還是依然顧我在那裡 所以這整個查核的機制 是不是 我們跟地方來做結合 否則你永遠都說 永遠都沒有辦法 把這個良善的美意 真的運用在 給這些四個族群 讓他們生活能解套 讓他們的生活能夠翻轉 因為這是 這是挽救很多人的家庭 的經濟命脈 好 在這裡謝謝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許委員 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 請邱智偉委委員 邱智偉委委員 邱智偉委委員 不在 張立善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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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王惠美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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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周辰秀霞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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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接下來請 請林淑芬委員,林淑芬委員,林淑芬委員不在 請江永昌委員質詢 好,謝謝主席 先請財政部 請那個蘇市長 蘇市長請 江委員好 市長,昨天財政部的新聞稿 為因應綠色環保潮流 發展高效率能源及低污染車輛 你們要不要再繼續配合經濟部 有關於這個電能的車輛有沒有 電動車輛 那不科增貨物稅 已經從100年做到103年 103年做到要106年 106年你們還要再繼續配合嗎 如果你要配合他的話 其他科增貨物稅的 包括前幾天工廳會的這個電器業者 你怎麼樣有一個公平的一個正義 去對所有的人有交代 說 這個鄧委員報告 事實上後務稅 就整體的稅制來看 後務稅基本上 比較合理的方式應該是 跟能源 這個這個 這個能源稅 能源污染環境 對吧 那我問你 你有沒有去問經濟部說 100年103到106年的當中 這個電動車輛 他的產業有發展起來嗎 他靠你不用科增貨物稅 他有做到任何的績效嗎 那這個產業可以繼續靠優惠的稅 不科稅 然後繼續做下去嗎 他怎麼答覆你 如果106你們再配合修法 再把它延長到109 或者再延長到112 你要配合經濟部到什麼時候 你的公平正義 你的負稅 你的稅是 我們目前在跟經濟部了解 他的產業政策的這個方向 我讀你們的這個新聞稿 就認為說你們會配合 所以 我大膽沒有要配合 沒有要配合 不是 我們等他評估的結果 等他評估嘛 這讀起來就是他評估 他說什麼你們就說什麼 我希望你注重我的論點 第一個 如果這個產業可以 因為我們這個稅負的一個機制 沒有課增貨物稅 就能夠起來 也要有一定的一個時間 所以 當這樣的一個措施實現這麼多年之後 沒有起來的 你也要開始課增他貨物稅 有起來的 當然 你也要趕快課增他貨物稅 這兩個 論點對不對 原則上應該是這樣 好 但是你要想一點喔 其實真的有做起來的 是電動機車啦 所以 問題的核心 根本不是經濟部講的那一套 問題的核心是 沒有充電站啊 你的手機不能隨意的充電 你會買手機嗎 不會嘛 機車有發展充電站嘛 所以電動機車有做起來啦 做到三萬七千多量啊 那我剛剛講喔 如果今天 電動車輛 他的競爭不是在於說 差那個貨物稅去 差到他的價格去影響他競爭的優勢 不是嘛 所以他是這個充電站不夠 而且沒有拿 你減免他不要課貨物稅的那一些稅收 能夠去益住 如果有那個稅收去益住到 業者 或是說 內政部或營建署 或地方政府 去加設這個充電站 跟業者這樣能夠配合起來 這個產業才能夠起來嘛 所以我回頭講 當 我們不課增 電動電能車輛 貨物稅 到變成 基於你的護稅 對所有的貨物是一致性的 那你要課認到貨物稅的的時候 不管你是基於 再這樣繼續下去 反正他產業也起不來 或者說這樣他的產業已經起來了 不管是基於這以上這兩點當中的任何一點 你都應該要想喔 已經開始有民眾試著去接受 減低環境污染的電動機車 是我們民生交通的一個基本必需 所以電動機車 在你的我剛剛所設定的這個論述當中 不可以去課他貨物稅 你覺得怎麼樣 把他分開處理 因為電動機車它不像我們剛剛討論的電動車輛 這個部分喔 是不是請委員容許我們在 就是等經濟部的評估以後 我們再來檢討好不好 不是不是不是 你等經濟部 那你就是在聽經濟部嘛 我一開始就講你沒有自己的主張嘛 電動機車我講了 跳脫經濟部對電動車輛 因為那個車輛 它可能也許是進口的或是國產的 它的價格可能就是百萬級以上 那是另外一種消費的一個概念的 你如果沒有貨物稅 而能夠降低價格去創造銷售額 然後去讓這個產業起來 那一套論述我知道 但是電動機車並不是 而且電動機車是民眾啊 他的一個交通 一個最基本的一個必需 我認為電動機車 如果將來你基於你的 跟經濟部的相關的一些條件談好的時候 要去課真電動車輛貨物稅的時候 電動機車我認為不可以課啦 把它脫鉤出來研究啦好不好 這個我們回去再進一步了解 你們昨天新聞稿就發了 我只是講一個電動機車把它分開來處理 你要回去研究 我看你研究不完 我會繼續堅持我這樣一個主張 回到今天所要問的 來 我們公益採建的受委託機構是中信營嗎 我想問啊 你們作為發行機構 那你們這個中信商營 你的公信力你的商慾 應該是非常重要吧 要不然民眾說奇怪了 怎麼沒有中獎 是不是這家銀行在作弊 當然一定不是這樣 可是卻會造成外界的一個誤解 我就不明白啊 中信他連續兩界得標有沒有 可是你看哇我一查 最近三大案啊 兆崩 熱申 TRF 都有中信商營耶 就有兩個 他有TRF的案 他也有熱申的案 顯然這個中信商營商育不太好 金管會立來 2001年3月1號 他不動產出租於他人使用 銀行法給他罰100萬 2011月9號 又違反一個200萬的罰還 2013 一個 兩個 三個 8月 11月 12月 這金管會對他的財閥還不少耶 那我想問喔 這樣子一個中信商營 且不論他的這個營運狀況如何 商育這麼不好 對不對 屢屢處罰 然後被金管會給他開閥 那你們對他有什麼想法 有什麼要求 財政部啊 講啊 你還容許這樣子的一個 商育不好的一個銀行去做嗎 跟委員報告 財政部是這個 你們原本的公告 或你們原本的合約當中 對於這樣子屢屢出狀況的一個 中信商營 在辦我們的公益採券 你們能夠有什麼作為 這個發行機構是台灣採券公司的 不是中信商 那來誰來給你得標的 他是賈方乙方秉方 跟承銷商嘛 難道你直接對台灣採券公司嗎 要講啊 時間在跑呢 是 我講一點啊 當時他們得標是因為什麼 回饋金是一件事情 當時的財政部講說他們是因為經營管理 辦得不錯 他什麼經營管理啊 我們發行公益採券兩個部分嘛 回饋金啊 採券盈餘啊 照顧弱勢對不對 另一方面是創造弱勢的就業機會嘛 有三種資格嘛 結果他們跟人家的契約是什麼 他們跟人家的契約是說 當他績效不好的時候 要收輔導金耶 要收獎師費耶 我們不是希望說去鼓勵這些弱勢者 讓他有翻轉的一個機會 好了 如果他有創造營收 業績做起來了 賺到錢了 他的原來的那個 弱勢的補助會被取消 這個也要去接受嘛 因為可能 階級翻展是我們的目標嘛 但是他萬一做得不好的一個時候 結果是要跟他收那個輔導費耶 這合理嗎 沒有嗎 合約裡面你搖頭 後面 後面那個是我們這個 是不是台債公司 好你可以說明一下你搖頭啊 但是你有沒有收他 收他輔導會 不好意思 你有沒有收他訓練師資 你有沒有收他教材及場所費用 從來沒有過 從來沒有過 你們合約裡面有 合約上面 當初因為我們要 這個因為還沒有做過 所以我們當初在合約 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當然我們會把這個設計進去 但是我們 那本席就要求 廢止這個合約 反正你也沒有做 OK 不要再拿這個當作是一個 去挾持那些弱勢者 的一個令牌 請委員去深入了解一下 好 謝謝 我們現在繼續問 就這一條拿掉 你承諾了 好 接下來我想 為什麼我們 這個彩券 得獎的這個對獎的一個期限 是多久 三個月 三個月 這個三個月是怎麼判斷出來的 怎麼計算出來的 有沒有去看世界其他各國 為什麼我們三個月沒有來對獎的話 就要進國庫 不是 這是我們是對獎的期限 應該是六個月 那六個月 下市 採見下市以後 我們還有三個月對獎期 其實一共是九個月 美國的大熱透是一百八十天 下週日開始算 日本是開獎日一年內 對不對 這是電腦型的部分 那你們要不要再增加一些 那個對獎的一個期限 這有利啊 你一年回饋金二十七億 六零一四到現在 沒有來領獎的也高達二十七億 你不會覺得這個有點怪怪的 有點離譜 這個我們是不是回去再去研究一下 如果那個消費者有這樣子的質疑的話 我們看的話 我們看你的內容是三個月 你現在上台來講是六個月 真的六個月嗎 那個是呱呱的利己行的部分 我現在講的是電腦嘛 電腦的部分 電腦採券嘛 因為當初我們 那就照你剛剛講的 延長到六個月 我們這樣子可能要修法 我們來我們來研究 不是啊 這個你喔 中了獎金 結果沒有去對領 因為我們的期限明顯 比國外其他國家短 因為這個是發行條例 當初我們在標的時候 就已經定下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 因為我說不合理 回饋金二十七億 結果居然啊 為領獎的獎金 從2014到現在也高達二十七億 值得檢討 好這個我們來 我們來做檢討 因為目前消費者 他沒有特別的來 對這件事有質疑 對消費者有任何有質疑的事情 我們其實都會來考量 來研究 看看是不是有修正的攻擊 市長還有要答覆嗎 不好意思 主席 對不起 跟委員報告 這個公益財政發行條例 第十一條 你明明規定 這個對獎的期限是從 就是中獎 之日起三個月內 對 如果大家都很快速來領獎的話 我也不認為會有這個問題 但是今天就是因為 有這麼多人沒有來領獎 那這表示這顯然需要檢討改進 所以這部分 這部分未來如果需要修法的話 我們會去檢討 你承諾了嗎 對 好 謝謝 好 謝謝姜委員 我們官員請回 接下來我們請鄭天才委員 鄭天才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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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在 向委員會報告 今日登記發言委員 均已尋答完畢 我們做如下決定 一 報告及尋答完畢 委員質詢未及答覆的部分 請財政部、衛生福利部、勞動部 原住民族委員會 在一週內以書面答覆 委員質詢中要求提供的相關資料 也請在期限內 送交各相關的委員 我們接下來處理臨時提案 一共七案 請議事人員逐案宣讀 第一案 電子商務的商業模式崛起 但跨境電商較不仰賴在 客戶或供應商所在地設立據點 產生了各國營業稅與 所得稅課稅困難與 稅收流失等問題 全球各國目前都已著手研究 如何課增電商的所得稅 為避免我國稅收流失 財政部應針對電子商務的所得稅 如何課增進行研議 並每季將研究進度提交 書面報告送立法院財政委員會 提案委員沛洪、泰曾明忠、盧秀燕、 賴世保羅明財 第二案 政府在2010年開始擴大推動電子發票 如今電子發票成績斐然 約佔發票總量6至7成 電子發票開曆雖已成為主流 但仍有預八成的電子發票 還是以紙本型態存在 財政部電子發票整合服務平台 目前提供手機條碼 視之電子載具 條碼式電子載具有其限制性 在無條碼掃描器的店家 就必須印出紙本電子發票 為減少紙本電子發票 財政部應研議如何在 整合其他行動支付系統 加入共通性載具中 及如何鼓勵店家設置條碼掃描器 以供民眾使用條碼式共通性載具 提案委員沛洪、泰曾明忠、盧秀燕、 賴市保羅民財 第三案請財政部於一個月內 提供下述資料及評估報告 一、推行電子發票後 申請愛心碼的團體數變化趨勢 有申請愛心碼的團體 每年所受捐款收入趨勢 二、宣導電子發票的KPI成效如何 全國有多少收銀機 推行經費與成效如何 三、評估可否拍攝簡單短片 透過大型通路商宣導愛心碼 四、評估可否將宣導愛心碼 所有成效列為優良廠商的評比或獎項之一 提案委員余婉如、貝鴻泰、施宜方、松嘉賓 第四案為提升公益彩券回饋金之運用效益 原要求衛生福利部檢討修正審查申請運用公益彩券回饋金 推展社會福利計畫處理原則 將補助申請時間由前一年度3月15日前 改為前一年度9月30日前 以避免連續年度計畫在方案剛開始時 就要提出次年計畫內容的不合理現象 減輕社福團體之作業負擔 該處理原則之修正應於一個月內完成 並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報告 提案委員王榮章、余婉如、邱泰元、施宜方 第五案為使公益彩券回饋金之運用及管理法制化 法院要求財政部檢討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之內容 並於一個月內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立法計畫 以照公益彩券淫餘 將回饋金納入公益彩券發行條例至管理範圍 提案委員王榮章、余婉如、邱泰元、施宜方 第六案發行公益彩券是為了將採餘益助於社福 獎金是為了要吸引民眾購買 只是為了付稅公平有所得就要課稅 但並非公益彩券的主要目的 現行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第二條規定 政府舉辦之獎券中獎獎金每年刮壺 主住獎額不超過新台幣2000元者免與扣繳 每年獎額超過新台幣2000元者應按給付權額扣取20% 若能小幅提高起扣點 雖然可能讓稅收略微減少 但發行量也可能隨之擴大 如此稅積也能提高擴大採餘 提升公益彩券盈餘的循環發展 切勿理善小而不為 事實上越鼓勵小而中獎對購彩券 越能幫助到弱勢的小而經營者 又現行公益彩券發行條例第十一條規定 為領獎金需投入彩魚可否改為投入下期獎金 進而增加下一期銷售額 如此一來稅收及彩魚也都會增加 顧請財政部於一個月內提供下述試算報告一 請結合公益彩券公司資料庫模擬試算起扣點提高後 直接稅收減少的幅度 銷售額增加的幅度 及帶來稅收增加的效果 並同步估算統一發票中獎稅收所受之影響 二請模擬估算公益彩券銷售額稅收和彩魚的聯動情況 提案委員石一芳 邱太元 費鴻太 陳賴樹美 中嘉斌 第五案 鑑於財丸彩券公司自99年度起 連年向財政部申請回饋金 即1億7233萬4千元作為公益形象宣導之用 然而臺灣彩券推行已久 是否還有宣導提升臺灣彩券知曉度之必要 有待斟酌 此外 101-103年度甚至出現連續標給台彩公司之母公司 中國信託之長期合作夥伴必要性及正當性有欠妥事 原此財政部需提交過去幾年 提升公益彩券形象計畫之宣導成效及必要性 並重新檢討106年度財政部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計畫 所核定之提升政府公益彩券形象計畫 財政部應向本院本會提交完整檢討報告 提案委員黃國昌 王榮璋 石一芳 宣讀完畢 好 現在我們來處理第一案 請問我們財政部有沒有意見 主席 各位委員 我想第一案的部分 因為他的研究報告都已經出來了 是不是我們把它修正為 將研究結果提交書面報告 送交財委會 送交財委會 這樣一個情況 會委員 可以嗎 委員就是我們因為鎖碎的研究 這個部分我們已經完成了 那是不是我們就把最後一句話修正成說 並將研究結果送交財委會 因為研究報告已經出來了 就是每季千讚證拿料 好不好 可以 好 就每季拿料 然後進度 將研究結果送交財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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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會委員 可以嗎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接下來第二案 第二案財政部沒有意見 好 第二案我們通過 照案通過 第三案 第三案的部分 我們這邊提一個修正 就是在第三點的部分 就先導電子發票的KPI成效如何 但是後面那一段 第二點對不起 全國有多少收銀機 推行經費及成效如何 因為這個部分是不是請 這個資金中心這邊來收銀一下 跟委員報告 因為這個部分 後面這個有關全國收銀機有多少 或者是 這個我們沒有資料可以提供 所以是不是這一段 後面這一段的話 是不是可以刪除 謝謝 好 那另外第四點的部分 就是說 評估可否 評估可否 將宣導愛心碼 這個部分 改成加強宣導 以愛心碼 捐贈無實體電子發票 好 我們 財政部的意見 請問我們有沒有意見 好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好 這是第三案 請問政府立部 請問一下主席 因為我們必須要跟地方政府做一些協商 所以是不是可以稍微修正最後那段 該處理原則之修正方向 應於兩個月內 向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提出報告 兩個月是不是 是 好 好 謝謝 好 修正 該處理原則之修正 修正方向 只有方向 你只要完成方向 你不要完成修正 好 我現在看你兩個月拿出來什麼 好 那我們就照 那個江委員 那太早了 那還是太早 那等於半年前就要把明年度的計畫提出來 這個是不是就容許我們再跟地方政府來討論 因為這每一年有1500件要來審查 需要一些的作業時間 所以你們叫團體 申請的單位 也不只團體 從前一年度的3月 然後就報計畫來 然後你們花9個月的時間審查 然後等到他在執行的時候 下一個年度的計畫又要再申請 這個我們 就是說我有經驗了 我去審查的時候不知道怎麼審查 前一個年度的計畫還沒有執行 申請到的還沒有執行 我已經要審查下一個年度 要不要給他補助 這個其實是荒謬的 9月30到12月 可不可以採訪 基本上這樣子 9月30到12月 只有3個月會有困難 那這部分是不是真的是 我們可以來延後 延後給提案單位有充足的時間 但是要用到延到9月 確實是真的有困難 中央政府預算送到立法院 給我們多少時間審查 不用講了好不好 我們就說兩個月裡面 就是說裡面完成好不好 我們做修正通過 往向英語修正方式 然後第5案 主席 第5案部分是公益採建回饋金運用 及管理作業要點 它一個月內向立法院 才會提出立法計畫 那這裡跟主席還有委員們報告 就是說因為採建回饋金的運用 涉及到四個部費 那衛生福利部這一部分 他們有一部分會補助到地方政府 是不是允許我們把它延長為兩個月的時間 然後做一個跨部費的協調 未來怎麼在法制化上面來進行 是不是可以允許我們 請問委員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話我們就修正通過 再來第6案 第6案部分的話也是一樣 就是在這個 改兩個月是不是 改兩個月 改兩個月 好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你現在通過只是要做研究還是 它裡面有講的 衛林的獎金要投入採魚 改為投入下棋獎金 這個你是也要拿去研究 而不是說照這個決議內容是這樣嗎 第6案是不是 還是我拿的不一樣嗎 還是我拿的不一樣嗎 是這個案嗎 蛤 是什麼意思 第6案 第6案 第6案是那個期間就是 試算報告提供 提供下訴的試算報告 提供試算報告的期間是 原來是一個月 對一個月改成兩個月 現在改成兩個月 對 對 那個只是試算嘛 去試算說你的那個 免稅的這個扣點提高之後 跟稅收之間跟銷售額度之間的一個關係 對 我講的是在這個上面的那一條 又現行公益採券發行條例第11條規定 為領的獎金要投入採餘 因為你們財政部我想你們一開始跟 跟那個中國信託銀行所去簽訂的 他是有種沒有去領跟都沒有人種 因為總銷售的60%要去投入當做獎金嘛 可是會發生沒有人種嘛 對吧 那個部分會有人槓估就延到下一期 跟有人種沒有去領 本來這個禁國庫變成去譽住為你 下一期購買的這種 哇 那個獎額增加了 沒有道理啊 是這樣子 因為前面的話是問題的敘述 我想我們尊重提案委員 那後面他的具體要求 我們看那個財政部這邊可不可以承諾 對這個這個還涉及到修法 如果要修那也會進到 主席我的意思是說 他今天這個你們也是帶回去 包括為領的獎金是否投入採餘 你們是帶回去研究辦理 或做出這個失算報告 這我就沒意見了 但是如果是是贊同這個 這個這樣的一個決議內容就不行了 我想那個我們尊重提案委員 他的對問題的陳述好不好 就是說那下面的這個部分 是具體要求的這個部分 我們就把它改成兩個月 好不好 從一個月改成兩個月 好 謝謝 謝謝 那我們就修正通過 最後議案 第七案 第七案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好 那第七案我們就照案通過 謝謝委員 各位委員我們 我們臨時提案已經處理完畢 那我們本次會議的議程都已經進行完畢 如果有登記發言的不在場委員補提書面質詢 我們一併列入記錄刊登公報 並請議事人員協助處理 那我們今天會議到這邊為止 我們散會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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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沒有騙他 我只是沒有說我們周轉 但是我們第二年 真的我們沒有勾於隊友補進去 這樣子補會出問題 沒關係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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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稍微的 �� 那他就可以主任就 那他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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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